两千五百零一章 谭台情愿 清药佛帝沉生片刻 道 以如今西佛古天能够调集的佛修力量 根本不足以灭掉欲外邪灵和欲修 更别说趁势灭掉南夜赤天的苍狱天盟 这还是在风云神殿不过来帮忙的情况下 你应该有办法吧 行语笑看着清药佛帝 道 人手我不缺 只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这个时间内 佛帝尽可能地调动西佛古天能够调动的力量 如何 没问题 清药佛帝一口答应 随后行语想了想 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清药佛帝 三个时辰后 清药佛帝点头 道 好 那就按照这个计划行事 既定的计划 并非行语所说 清药佛帝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让计划能够更完美地实施 事不宜迟 现在要快 我很担心 血域菩萨已经找风云神殿过来呢 行语眼眸冷光一闪 道 这个不用担心 若他们比你的人更提前来到西佛古天 我有办法让他们毫无作为 不过只能短时间 清药佛帝笑道 那好 我立刻去通知人手 行语点头 笑看着清药佛帝 说道 希望此次一举成功 对你我都好 那是自然 清药佛帝点头 目送行语好人于心亭三人 跟随黑名古佛离开 你就不担心 他不放心你 日后反真对 一道清和笑声 从佛殿后面传来 他比任何人都聪明 无需担心这些 将风云神殿从天生界剔除 实现大统一 对谁都好 他不可能不明白 清药佛帝眼眸透着一丝深邃 道 何况他目标并不是天生界 而是天界呢 立刻传我命令 调动所有人 齐聚万龙佛古 同时将龙佛舞会的消息散播出去 此次定要颠覆西佛 除掉那些畜生 是 听说了吗 万龙佛古 将于十天后提前开启 据说如今西佛古天的五界佛修 都进阶赶往沃龙佛界的沃龙佛寺 听说了 只是有些好奇 我计算得很清楚 明明十几年后才会开启 怎么突然提前了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我可是还听说 这一次清药佛帝号召的佛修数量之多 几乎前所未有 五界的诸佛 几乎都赶往了沃龙佛寺 不知道啊 一点风声都没有 不过我总有一种感觉 西佛古天要乱啊 听说那什么灭云落 来到了西佛古天 那家伙据说走到哪里 哪里都是湿山血海 非常暴乱 哈哈 这倒是 据说其在东离道天时 搅动的整个东离道天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南夜赤天时 亦是如此 更与风云神殿对着干 在北江瞒天 更让三玉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革 此番来我们西佛古天 不知道又要做什么妖 希望不会殃及吃鱼吧 真是草胆 这世道没法活了 万龙佛古 是沃龙佛界 一处特殊峡谷 也是明阳整个西佛古天的特殊之地 此地百年才会开放一次 是西佛古天的圣事之一 万龙佛古内 会由沃龙佛四方丈住持 举办以五会友的交流会 下到地者上到天地 只要参加 就有露面的机会 若实力超群 天赋强大 更可以短时间内 名扬西佛古天 这是沃龙佛四长久以来 就存在的圣事 由上古持续到了如今 意图来挖掘和寻找天赋优异的强者 更用来促进西佛古天诸佛的修行 当然 参加万龙佛古的圣会 也会获得相应的奖励 譬如地宝和佛地术 这种模式和圣会 在外界其他天地根本不会出现 哪怕是有强大地术 也根本不会外传 都会当作镇足至宝 岂会拿来给别人 就算是给 也是给自己人 但是 在这里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天生界一切佛修所修的佛地术 都是以大日佛典为基础 而演化而来 大日佛典 几乎称地后都有机会西修 只不过深与浅的区别 当然 大日佛典中 也有很多是不外传的秘法 甚至禁忌佛地术 想要西修 只有进入卧龙佛寺 那里才有诸多大日佛典的演化佛地术 甚至有机会看到 大日如来佛留下的原本地术 这对于佛修来说 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无论修多少演化而来的佛地术 都不如亲眼看看大日佛典原本 切身实地地感知最本源的佛道治理 若能有所感悟和顿悟 演化出属于自己的佛地术 那将比西修的任何强大地术都有用 也因此 万龙佛谷的圣会会百年皆有 也会让诸佛激动 至于卧龙佛界 会将大日佛典发放给诸佛 也是秉承着大日如来佛的旨意 众生平等 只要实力达到 皆可修行 不过据说 跟信仰之力也有关系 只是如今 万龙佛谷突然提前 让诸佛都有些不理解 当然 虽然不理解 但诸佛依然齐齐朝着 卧龙佛界进发 都期盼着能够获得好名次 得到大日佛典其内捐客的佛地术 而并非前辈所演化的地术 而在西佛古天诸佛兴奋激动时 朕欲见某古叉院落内 却寂静无声 盘坐在院中的血域菩萨 骤然睁开双眸 神色透着冷练 看样子 灭云洛果然得到了天维史叙述了呢 也成功见到了青药佛地 否则岂会突然开启万龙佛谷 召集诸佛 青药佛地 果然有一心呢 但陌生从其面前虚空中传来 这是早有预料的 他可比谁都难对付 背靠天界佛教 肆无忌惮 血域菩萨冷哼一声 十分不爽 那么接下来就是等 眼下这个时候 除了等 也没有别的办法 血域菩萨嘴角微敏 冷笑道 他们不是要图入我们吗 那么就给他机会 我倒要看看 他拿什么来图 人手都已经到位了吧 是 风云神殿的人 也将于三日后抵达 南夜赤天的苍玉天盟 届时也会派人前来 好 那就坐等看大戏吧 2502章 恍如昨日 卧龙佛界 某城池内的酒楼中 行于好人于心亭 端坐二层窗口处 吹着微风 抿着酒水 好不快哉 大哥 这战斗即将开始 你还真是轻松自在 都通知了 好人放下酒杯 皱眉地看向行于 眼下即将大战 他激动兴奋地不行 可行于却一如从前 甚至带着他来酒楼喝酒 这让好人狠狠翻了个白眼 这祸心比自己还大 这有何难 轻轻松松罢了 行于嘴角清明 笑看着好人 几折他们也都叫来了 这点事 还不需要用他们帮忙 不过他们也过来了 只不过在干别的事情 行于轻笑 他通过手中 那个可以联系 龟仙人的塔 以及七十余留下的令牌 已经逐渐将消息 都散播了出去 现在应该再赶来 只需要等着便可 哇 好美 这这这是 哪个地方的仙子 死 好了 这女子 好强的杀意 忽然一道惊呼声 从楼下传来 紧接着惊叹声 络绎不绝地响起 好人眉头一挑 侧脸看去 只见楼梯口处 人影耸动 不多时 一名女子缓步走来 他一袭白衣 风华绝带 宛若古卷中 走出的绝世仙子 一举一动 都透着绝带出尘 不似凡间之灵 但他兼备黑剑 寒意冲天 剑意灵霄 又宛若修罗 导致任谁看向他第一眼 都不会被他的美貌 所倾倒 而是被杀意所震撼 冰冷的脸庞 带着无情 眼帘开合间 透着锋芒 似乎一柄燃血寒剑 即将出桥 与之对视 都不寒而栗 难以想象 两种截然不同的特殊气质 会集结于一人身上 而且没有丝毫违和感 看上一眼 就终身难忘 二层其余地方的生灵 看到女子后 进阶惊呼 甚至有人手中酒杯 都掉了却不自知 这妹子 极品啊 好人一脸惊叹 眼眸中却没有色意 只有凝重 这女子弥漫出的杀意 极其张扬 但却令人不得不服 因为那气势很强 饶是好人 如今天递进中期 都有些头皮发麻 若真的对战 很可能不是对手 咦 朝着我们走来了 大哥 好人看到女子 朝着自己这边走来 一脸狐疑 而看向行语 更是猛逼 只见行语微微一震 旋即放下酒杯 抬头看去 正好与走来的女子 四目对视 行语轻敏的嘴角 顿时泛起一丝笑容 好久不见 行语话音落 好人一震 竟然认识 抬头看向女子 顿时嘴巴张大 二层其余人也同样如此 只因为女子笑了 那冰冷的脸庞 透着无情杀意的神情 顿时如冰雪 欲熔岩般刹那消逝 一抹笑容绽放 宛若泛着光的神圣仙子 在这一刻 感知不到丝毫杀意 只能感知到 她是如此的倾国倾城 如此的绝代倾千古 好久不见 洛公子 女子笑着走来 屹立在行语身边 那温暖的笑容 只为行语盛开 她 陆雨昕 封建天地 行语轻笑 牵起陆雨昕的手 感知着温和冰凉的温度 轻轻让她坐下 道 很抱歉 上一次没有去看你 陆雨昕 曾在南夜赤天绝命峡谷 习修三亭地图 后来南夜赤天事变 绝命峡谷 连同诸多势力和玄辰道院 一同去了极业迁城 如今皆是赤仓地盟的人 行语上一次就准备去看她 结果得知她潜心闭关 就没有去打搅 何况如今事态紧急 她也没有时间去思索其他事情 什么 这 这 靠 天鹅肉被癞蛤蟆吃了 酒楼内的朱蒂 当看到行语牵起陆雨昕的手 二人那副你浓我浓的样子 一个个都猛逼了 深深感觉好白菜被猪啃了 靠 这混蛋哪儿好 有老子好看吗 竟然被这么几匹妹子看上了 上辈子拯救世界了吧 不少人那叫一个嫉妒 奶奶个熊 好气啊 她身边那个妹子 已经够惊艳了 没想到又出来一个 这货运气 真让人嫉妒 听到诸多谈论声 陆雨昕脸颊微微一红 但她没有抗拒心理 反而十分喜欢 不过她不善表达 只是微微紧握行语的手 道 我知道 就算你不说我也知道 骆公子不需要对我解释 她相信行语的为人 也知道她 也因此对她极其放心 行语轻笑 微微松开手 为她倒了一杯酒 意念一动 地魂席卷开来 将周围封锁隔绝 这是胖子好人 这是于心亭 行语对着陆雨昕介绍道 陆雨昕对好人点头 然后看了一眼于心亭 美眸中透着一丝好奇 道 骆公子 嗯 怎么了 这是你第几个妻子 嗯 行语一脸猛逼 一则好人无嘴偷笑 于心亭也笑了起来 虽然我很想承认 不过 我可不是于哥哥的妻子哦 他还没答应娶我 不算的 于心亭嘻笑道 陆雨昕微微点头 道 那倒是我唐突了 还请别生气 骆公子 听到你的消息 我们就赶来 如今已经就位 随时可以听从号令 陆雨昕不善言辞 为了避免尴尬 直接步入正题 途中 我们察觉到 苍狱天蒙的人也在赶来 行语微微挑眉 笑道 这倒是意料之中 除了他们 风云神殿也会赶来 有多大把握 陆雨昕问道 六成 行语想了想 笑道 陆雨昕皱眉 刚要说话 行语说道 好了 不说这个事情了 我们喝酒聊聊天 顺便给我讲讲 你这段时间的情况 等会儿还有人来 陆雨昕暗自轻松口气 笑道 他知道 行语这般不在意 很显然 并非他所言的 只有六成把握 至少八成才对 否则以他的性子 绝对不会这个接骨眼 在这里闲聊 嗯 应该会 刀剑大哥 一道气愤声 从楼梯口处传来 让行语微微挑眉 虽然隔绝了外界声音 但他却可以感知到一切 可以应对各种危险 好人几人 也随之抬头看去 只见青叶身着一袭 紫黑衣裙走来 只是神情透着愤怒 嗯 青叶 你咋了 行语散去地魂屏障 一脸猛逼地问道 说 又从哪儿勾搭一个妹子 两千五百零三章 佛谷开启 这这 又来一个极品仙子 好像跟他还有关系 靠 极度使我丑陋 这货怎么运气这么好 不行 老子想要去找麻烦去 这他娘的 傻逼 你看看这妹子修为 连我大地修为都看不透 至少是天地修为 你想死 酒楼内诸多人议论纷纷 青叶则看都不看 直接走到了行语身旁坐下 看了一眼陆雨昕 还没准备说话 只见陆雨昕顿时一脸紧张地站起身 道 大嫂 你别误会 我和洛公子是清白的 啊 行语一脸猛逼 大嫂是什么鬼 青叶也猛了 他刚刚只是开开玩笑 这 嗯 忽然间青叶似乎发现了什么 如果陆雨昕和行语没什么 怎么会忽然想到这个 还急于解释 我说刀剑大哥 你俩 说实话 青叶笑盈盈地看向行语 他只是开开玩笑 没想到套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你这丫头 行语失笑摇头 看向一脸拘谨的陆雨昕 道 这可不是什么大嫂 是我的小妹 坐下吧 青叶狠狠翻了个白眼 那叫一个幽怨 看得周围不少人 一阵心痒痒 陆雨昕一正 看到青叶笑着看过来 暗自轻松口气 苦笑地摇头坐下 自己太紧张了 一侧的于心亭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笑嘻嘻地坐在一旁吃东西 好人则感叹一声 天天看你秀 陈独秀都没你秀 胖爷 我媳妇啥手能来啊 我快想死了 行语狠狠瞪了他一眼 让他哈哈大笑 其他人也都到了吧 行语笑着给青叶倒了杯酒 也就这丫头胆敢跟他开刚刚那种玩笑 换个别人谁也不敢 这些人中 也就只有他跟行语时间最长 最了解行语的习性 都到了 随时可以听候指令 同时 天眼阁也有了进展 青叶提起正事 也就收起了 那副玩乐神态 弥漫着淡雅高贵的气质 让一侧的陆玉兮都暗自惊叹 仿佛青叶天生就是云霄之巅的仙子 那般高不可攀 说起这件事 也许你会大吃一惊 行语眉头一挑 道 说说看 青叶离开前 曾告知行语 他要联合摩天妖帝 一同将北疆瞒天三大商会 化作自己的力量 这样后背力量也就有了底蕴 不用担心 同时也和天眼阁进行走动 若能化为几方力量 那作用是极其惊人的 虽然天眼阁只是在北疆瞒天有知名度 有着鬼神莫测的可怕渠道 可以了解到北疆瞒天大势小情 但行语相信 他们对于整个天生界 也一定有多方面涉及 现在看来 似乎更加了解了 我为了能和天眼阁内部人员走动 联系了诸多人脉 最后终于见到了 如今天眼阁的阁主 你知道是谁吗 青叶颇为神秘地看了一眼行语 谁 我认识 嗯 你认识 而且非常非常的熟悉 青叶眼眸中透着坏笑 道 淡台晴月 你可还有印象 澹台晴月 嗯 行语猛然一个猎浅 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一屁股坐地上 哈哈 青叶一脸得意地大笑 让好人于心亭陆雨溪三人一脸狐疑 这个淡台晴月是谁 怎么让行语吓成这样 嘿 语哥哥 这个淡台晴月是谁啊 说来听听 于心亭十分好奇地问道 那个 刀剑大哥 青叶一脸坏笑地看向不知道怎么说出口的行语 道 他知道了你的事情 也知道了一切 今天也跟着我来这里了 什么 你疯了 行语瞪大眼睛看向青叶 当即站起身 转身就要走 这让好人几人一脸猛逼 这个淡台晴月到底是何方神圣 让天不怕地不怕的行语都吓成这样 这还是妹子吗 喂 臭混蛋 这么多年不见 连见一面都不见吗 你让我很伤心 知不知道 一道娇嗔怒声传来 只见窗外急风呼啸 下一膝窗前俏立地站着一名女子 他一袭单轻长袍 头戴凤冠 雍容华贵之气 几乎扑面而来 仿佛是那九天女王将领一般 无比强大的气场笼罩八方 令得在场朱帝都一下猛了 呆滞地看向他 他荣滋绝美 风华绝代 额头珠红轻点 宛若一头展翅金凤凰 令其高贵逼人的黄皱之气 更为凝实 我的 我的娘来 今天我们这里发生了什么 怎么出现一个又一个如此极品的仙子 朱帝久久不能回神 呆滞地看向这突然出现的女子 好人也傻眼啊 我去 大哥 你上辈子怕是拯救了世界吧 这辈子 桃花运如此之上 刚要准备走的行语 哭笑不得 唉 走是走不掉了 清夜这丫头 看我回来好好收拾你的 行语内心 那叫一个牙痒痒 深吸口气 转头看向刚刚出现的女子 尴尬一笑 道 秦月 好久不见 此女 但抬秦月 行语前世最怕的女人 没有之一 行语怕她 并非她修为高 虽然她乃是行语的刀剑时代 君临天地榜第四的天地 实力几乎问顶天生界的巅峰 但和行语实力还差得远 行语怕她 是因为她太让行语头疼 在行语未曾称帝时 她曾带着落影 去往渊碑地天 也就是如今风云地天极北之地 去那里获得一样炼器材料 为了这样东西 她可是寻找了许久 总算有下落 她几乎抓紧一切时间 到了那里后 去了极北之地最大的一个地城 在那个地城 有一个家族最为强大 那就是澹台家族 澹台家族人脉旺盛 实力强大 建立时间仅仅数万年 就已经成为极北之地真正的巨拨 与渊碑天地所建立的渊碑地殿 还有渊源 可谓根深蒂固 无人敢招惹 澹台家族组长有一女 名曰澹台晴月 芳华绝代 美若天仙 且天姿卓月 年方二八 就已经君临五皇 几乎近几年内 就可以破皇称帝 据传会被直接接送到渊碑地殿 未来成就非凡天地 被整个澹台家族 视为掌上明珠 这是他们澹台家族 未来崛起的骄傲 2504章 四界界主 然 澹台晴月 却不似大家闺秀那般温柔贤淑 性子颇为野蛮霸道 犹如金凤凰 整个极北之地 无人不知其嚣张跋扈 所幸澹台晴月 并没有肆意欺压普通人 只是收拾各种顽固子弟 倒也是深的不少人喜欢 澹台家族的人 对于澹台晴月 这性子也颇为头疼 不过却听之认知 至少他所做的事情 都在规则之内 也就没有多加约束 实力够强就好 在极北之地有一规矩 无论男女过了十八岁 都会谈婚论嫁 男人暂缺不说 家族是里的女子 若天赋平平 就会家族主张嫁人 成为联姻工具 没有反抗余地 若天资卓越者 会进行抛秀秋选夫 比武相亲 当然绝大时候 这个比武相亲 只是走走行事 以此来告诉世人 家族内有一女子实力多强 天赋多强 彰显门面 展现家族底蕴 至于女子是否嫁人 选择嫁谁 很多时候 都不会被家族所控制 家族也不管 因为家族需要的是 天才和强者 联姻也只是为了 庇护家族昌盛 若家族子女能够强大 自然不会去控制 把自家族人嫁到别人家 只有吉少时候 郎才女貌 皆是天才 家族彼此也对等 那么才会有联姻 到了十八岁的 弹台晴月 自然也免不了比武相亲 而她的相亲 才是名如其名的 走走行事 整个极北之地 谁人不知 她的嚣张跋扈 性子野蛮 虽然听说心地善良 但这个性格 谁能受了 真的一不小心被看上 娶了 她这辈子算是完了 虽然可能性极低 但也没有人愿意去尝试 弹台家族早就知道 会有冷场的局面 毕竟弹台晴月的性子 谁人不知 都不敢来 哪怕不可能有结局 所以 为了避免尴尬局面 弹台家族暗地里 拿出了诸多奖励 甚至只要参加报名 走走行事 就可以得到大量资源 尽管如此 报名者都寥寥无几 为了炼器材料 赶来极北之地的行宇 无巧不巧来到了这个地城 遇到了这个乡亲 更从那诸多奖励中 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材料 因此 行宇毫不犹豫地就报名了 反正只是走走行事 凑凑热闹 就能轻松得到炼器材料 何乐而不为 对于这件事 洛莹也是表示赞同的 然而弹台晴悦 不知道从何处得知了 家族竟然买通他人 来比武相亲 十分愤怒生气 他对于比武相亲 也只是觉得好玩 根本不在意 到时候走走行事 随便露几手拉倒 他也从父亲那里得知 根本不会让他嫁出去 可是听到这消息 他就憋不住火了 因此 导致比武相亲开始后 他几乎与对战者 真刀真枪地干 打伤了不少人 吓得好多人都不敢上台 行雨也很猛逼 说好的 轻松走个行事 怎么这大小姐这般泼辣 不过 为了那炼器材料 行雨也是拼了 硬着头皮上台 本想随便应付两下 装作打不过下台 拿东西走人 谁知道 但台晴悦吓死手 还出言嘲讽 这让本舅骨子里 透着霸道和狂傲的行雨 忍不了了 哪怕东西不要 也不能被一妹子 这般瞧不起 当下直接爆发出 真正实力 在所有人猛逼的注视下 打败了檀台晴悦 还顺手袭了胸 整个檀台家族炸了锅 一副 要把行雨 开刀问斩的架势 这把行雨吓得不轻 知道自己一时激动 惹了点麻烦 刚准备撤退 谁知道檀台晴悦 喝住了所有 檀台家族的人 对行雨下挑战输 三日后继续比 无论输赢 檀台家族 都不会把行雨怎么样 至于行雨所需要的东西 也直接给了行雨 行雨毫不犹豫地答应 但是当天晚上 带上落影 就离开了极北之地 开什么玩笑还继续打 真打出 好歹怎么离开 檀台家族 可是有天地一般的存在的 然而就因为行雨的 这次离开爽约 让他这一辈子 都和他纠缠不清 至于后来 檀台晴悦也不知道 通过了什么方法 找到了行雨 非要继续打 行雨自然跟他打了 本要装作实力不行认输 让他高兴一下离开拉倒 谁知道檀台晴悦 爆发权力 招招夺命 让行雨不得不全力以赴 然后又赢了 变怒的檀台晴悦 几乎要吐血 但他并没有如行雨所想的那样 去调动家族的强者 收拾他报仇 而是继续下战输 以后挑战 就这样 在未来很久很久的时间 檀台晴悦 都会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行雨 而在这期间 二人彼此的实力 也都是突飞猛进 这更造成战斗一次比一次凶险 让行雨连放水的可能都没有 至于战斗结果 每一次都是行雨获胜 行雨曾经厌烦地想杀掉他 哪怕为此摊上 弹台家族这么一个敌对 虽然这妹子除了轴了点 也挺有意思 性子很对脾气 但是让行雨实在厌烦 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 行雨投降 他都不乐意 然而 行雨竟然杀不了他 他身上带着的各种防御地气 一个比一个强 让行雨几乎无从下手 头疼得不行 不知不觉间的一次次打斗中 谭台晴悦 逐渐对行雨产生了情愫爱意 然后 率真的性格 促使他直接对行雨表白 毫不犹豫 这让行雨始料未及 一脸猛逼 曾挚爱落影的行雨 岂会答应 何况是他 然后 行雨摊上事了 他不再找行雨战斗 而是各种献殷勤 虽然你不喜欢我 但我喜欢你啊 所以我一定会努力 让你喜欢我的 请相信我的执着 谭台晴悦曾如是说道 这句话 曾一度让行雨猛逼到欲哭无泪 世间竟有如此极品妹子 曾经 行雨这般说道 我有妻子 我很爱她 容不下第二个人 你这样是徒劳无功 没有意义 你不懂吗 我知道啊 我不介意的 而且不需要容下 有一点点就好 至于有没有意义吗 我觉得挺好啊 行雨 两千五百零五章 剿灭欲修 对于她的执着 时常让行雨哭笑不得 感谢她的喜欢 厌恶她的喜欢 畏惧她的喜欢 所幸她做事不会不在意场合 更不会逾越诸多规则 当然也不会经常缠在她身边 让行雨轻松不守 甚至有时还笑着说 怎么今日那小妞没来 当然 对于她 行雨没有爱意 只是随着时间的延续 感觉二人是朋友 十分特殊的朋友关系 就这样 一直过了很多年 后来 行雨成就了天地榜榜首 开创刀剑时代 问鼎天生界 授诸地万族尊敬 而她成为天地榜第四 可自从那天后 行雨再也没见过她 不知为何 不过 行雨知道 她一直还活着 偶尔弹台晴月 还会托人给她送来 亲手做的各种各样东西 行雨也会耐心品尝 只是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再后来 行雨就被落影杀害 从此没有了消息 曾经的过往 恍若昨日 仔细回想 让行雨哭笑不得 五味杂陈 看着淡台晴月 那静在咫尺的脸庞 行雨很喜悦 说起来 她和清夜 算是前世今世 始终都对自己 从一而终的人 并没有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有丝毫的改变 看着如今淡台晴月 看向自己的眼神 行雨就知道 她对自己依然没有改变 这让行雨很感谢 不过 对于她 行雨可提不起丝毫爱意 想起她的执着 行雨就头疼 你还知道好久不见 淡台晴月这一席单亲长袍 头戴奋冠 面带娇怒 如同一只骄傲的金凤凰 走到行雨面前 那双明眸 透着难掩的愤怒 和一丝激动 衣袖中的仙仙玉手 都忍不住颤抖 好不久间就准备在我来之前赶紧跑 我有这么可怕吗 行雨干大地笑了笑 道 没有 你很美 简直美若天仙 美 废话真多 澹台晴月 狠狠瞪了一眼行雨 然后在所有人瞩目下 一把紧紧抱住行雨 翘脸紧紧埋在行雨肩膀 行雨一正 连忙就要分开 可下一息 她不动了 她感觉脖梗有些湿润 传来一丝急促之音 澹台晴月 哭了 你 你知不知道 当我听到你死去的消息 我多恐惧 多绝望 多害怕 澹台晴月声音很细小 只有行雨能听到 但让行雨不再心生反感 而是五味杂陈 她声音透着颤抖 透着男言的激动和悲悯 行雨还真是头一次 见到这样的澹台晴月 充满女人味 她一直以来都表现得 十分强势霸道 甚至野蛮 看上去虽然雍容高贵 但在她身上 可感知不到丝毫的女人味 哪怕曾经她对行雨表白 也是十分霸道 我也没有料到 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行雨苦笑一声 轻轻抱了抱澹台晴月 澹台晴月娇躯一颤 蹭了蹭 又往行雨怀里钻了钻 这让行雨一阵苦笑 她只是安慰一下澹台晴月 这 请允许我放肆一回 澹台晴月喃喃自语道 我知道你不是很喜欢我 哪怕过去这么久 甚至你很厌恶我吧 我知道 你不用说 我也知道 不过这都无所谓 我也不在意 能跟在你身边 或者听着你的消息动向 也挺好 我这人的性根里 也很清楚 一直都这样 曾经你知道吗 我知道你死了以后很愤怒 你这么强 还有谁能杀掉你呢 当时我正闭关 一直无法出来 后来出来 调查才知道 原来是澳风云和洛颖 那两个王八蛋 你对他们俩个多好 老娘我只有羡慕的份 他们竟然还暗害你 不就一个破关吗 竟然要杀你 澹台晴月轻轻诉说着 一如曾经 她每隔一段时间 出现在行雨面前 都会喋喋不休地诉说着 自己的种种经历和想法 也不管行雨听或不听 她只是开心地诉说着 不厌其烦 行雨有时候会坐下来听一听 有时候 则忙于其他事 心不在焉 她不在意 也会理解行雨 行雨轻轻抱着她 听着她诉说着种种过往 这一次没有了曾经的厌恶感 时隔多年 还能听到她的喋喋不休 也挺好 至于周围人的目光和喃喃自语 她并没有在意 也无需在意 谭台晴月告诉行雨 她想为行雨报仇 可惜她闭关出来后 奥风云已经成为风云神帝 刀剑地殿彻底沦为风云神殿 她毫无办法 她为人性格是很冲动 但不是傻子 盲目去风云神殿 简直找死 所以 她找到了自己的师父 上一任天眼阁阁主 寻求帮助 这让行雨都一脸猛逼 她曾经还真没有过多地关注过她 没想到她师父 是上一任天眼阁阁主 更没想到的是 天眼阁的势力 遍布天生界五湖四海 是来自天界的势力分布 这对行雨来说 真的是震惊的不得了 连龟仙人都没有告诉她 这让行雨明白一件事 很可能龟仙人都不知道 谭台晴月还告诉行雨 她师父因为某些事情离开 因此 五百年前 将天眼阁的阁主之位交给了她 本来她是不想做这个阁主的 虽然权力滔天 虽然资源不缺 但是她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 对于这个位置 一点兴趣都没有 曾经她师父也是头疼的不行 不知道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权力和位置 她竟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如今她答应了 为了给行雨报仇 她没有理由不答应 这些年在她的运作下 天眼阁几乎比以往更加壮大 因为她的目标很明白 班倒风云神殿 干掉澳风云落影 因此 天眼阁在她带领下 并非和曾经一样 只是收集天下资料用来贩卖 而是自我壮大 为了隐藏身份和一切消息 我这五百年都在天眼阁内部 而天眼阁的消息 也只是在北疆满天传播 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 哪怕曾经出现过 也都被抹去 哪怕风云神殿手眼通天 也绝对没有丝毫消息 谭台秦月说道 只是对抗风云神殿还不够 虽然早就做了准备 但迟迟都没有动作 说到这里 谭台秦月双眸微微通红 面带一丝笑容和解脱看向行雨 道 现在好了 你还活着 而且已经成长起来 那么就有把握了 2506章 佛阵开启 行雨叹了口气 叹向淡台秦月道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你以为是无常呢 谭台秦月双目地泪消散 他也随之松开行雨 冷哼道 不把那两个王八蛋给我弄死 你完蛋了 行雨失笑 但却坚定地点头 看什么看 没见过呀 滚 谭台秦月这时注意到 楼阁中还有朱棣 此时更多看向二人 指指点点 这让谭台秦月一肚子火 一声轻斥 地微席卷 朱棣全部狂吐鲜血 亮枪后退 嘶 这这 这女子好强 有一位天帝 一脸惊骇地 看向谭台秦月 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酒楼 那股气息太可怕了 虽然只是微微泄露一丝 但破人的无敌姿态 令人毛骨悚然 朱棣看到 天帝都狼狈离开 更加不敢在这里多加等待 赶紧逃亡 对于行雨 那叫一个羡慕极度恨啊 这么多极品妹子 竟然都跟她有一腿 谭台秦月冷哼一声 转身带着雍容的姿态 款款离开 有需要直接找清夜即可 她如今是我天眼阁的人 一切人手皆可掉裂 看着谭台秦月 丝毫没有留步地潇洒离开 行雨哭笑不得 这个女人还是跟以前一样 同时她也很清楚 行雨在想什么 所以根本不说她自己去哪 因为行雨也不关注 看向二层仅剩下的好人几人 行雨翻了个白眼 这几人竟然都带着特别深意的眼神 看向她 你怎么不去追追啊 当行雨走来饭桌前刚坐下 清夜鸣嘴低笑 让行雨一脸飞线 告诉我 卧龙佛界如今的情况 行雨说道 从谭台秦月那里得知 天眼阁的势力遍布天生界各个角落 如今清夜也是天眼阁的人 那么 她肯定对如今卧龙佛界的情况 比自己还要了解 说到正是清夜 也是一脸正色 道 随着刀剑大哥的计划展开 各方人马其动身 西佛古天的强者 几乎全来到了卧龙佛界 除此之外 南夜赤天的苍玉天蒙 风云地天的诸多势力 以及风云神君都来了 只不过都在隐藏着 清夜大概将情况诉说一遍 最后道 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的打算应该是 等 等 好人狐疑地看向清夜 行雨眼眸深邃地看向窗外 道 换个角度来想 若我是域外邪灵 在不知道我的各方面 底牌的情况下 以如今的实力和力量 根本不足以对抗域外邪灵 就算是 至天至高佛皇进士阵 开启 也仅仅只是囚困和进化 而无法彻底打败他们 到时候 因为佛地震开启 清天佛地被召唤出来 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以及镇玉菩萨的佛谷 都可以不被封印 这样就可以得到了 域外邪灵之所以没有 立刻吞并西佛谷天 为的不就是这两样东西吗 我们开启地震 帮助他们将清天佛地 从封印中走出来 反而成了助力 这个时候自然会等 等我们亲自打开 坐收渔翁之力 我想 域外邪灵也有所顾虑 为什么我们有底气 所以避免出现 无法掌控的事情 几乎将短时间 内能找来的人都找了过来 然后风云帝天的势力 以及风云神军到来 才会隐藏着 好人恍然大悟 问道 那我们怎么应对 既然他愿意等 那就给他们这个机会 行语笑音音地说道 这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好事吗 清夜 陆雨昔 在 清夜陆雨昔当即 神色正中的点头 立刻通知两方人马 随时最好准备 万龙佛谷将是开战地点 行语轻声说道 他和清天佛地商量的计划 就是借助万龙佛谷 来拉开这场对战 届时 不仅可以将玉修的真面目 公之于众 更可以集齐所有力量 开战 是 行语站起身 伸个懒腰 转身走下酒楼 这里所有圣灵的记忆抹出 我们走 十天时间 转瞬即逝 万龙佛谷 已然成为西佛谷天最为喧闹的地方 几乎在这十天内 汇聚了西佛谷天超过八成以上的地者 从高空俯瞰 万龙佛谷四周 就像有一万头佛龙 蜿蜒盘旋在苍茫大地 那一道道高耸巍峨的灰红山脉 就像佛龙的龙躯和龙骨 透着无边的坝道和庄严 万龙佛龙的中央 便是万龙佛谷 此地已然不像是山谷 而是辽阔无垠的小事件 其内有诸多穷域楼阁 诸多无垠森林 川流不息的河流 以及大瀑布 与外界诸多地方不同的是 这里的山壁上 皆有数之不尽的佛经文理捐客 更有一道道佛陀石像 石像与山相连 或盘坐或毅力 或手持武器 摆出怪异姿态 千姿百态 皆是不同 但相同的是 都弥漫出灰红庄严的佛威 当然 最为震撼人心的 还是万龙佛谷中央 那里有一片十万里开外的灰红地场 地场地面为淡黄色 其上遍布刀剑痕迹 透着苍茫岁月感 在地场四周 淋历着无数开山而建的石台组成的看台 此时座无虚席 无数地者呐喊欢呼 或者议论纷纷 辉红的气息席卷苍茫 地场深处 有一座万龙佛谷内最庞大的山岳耸立 整个山岳金光璀璨 形如佛陀盘坐 若仔细看去 赫然发现 这是大日如来佛 万龙佛谷虽不是大日如来佛所建立 但却秉承着大日如来佛的意志而建立 同时 大日如来佛 是诸佛的骄傲 和最为敬仰的存在 也只有他 才有这个资格屹立在这里 受万灵朝拜 让万宗铭记 万龙佛谷今日终于开启 诸佛到来 整个万龙佛谷十分热闹 沃龙佛寺的诸佛 也近乎清朝而出 在四周皆可看到数之不尽的佛寺内佛修 他们修为最低都是大地 镇守四方 万龙佛谷看台 分为东西南北四部 带着于心廷好人悄然出现 这万龙佛谷当真是热闹啊 好人扎扎嘴 看着眼前的一切 面带笑意 是不错 该来的都来了 行与手指敲动着大腿 笑盈盈地看向天边 2507章 身份暴露 万龙佛谷的天之尽头 湛蓝的长空 蒙上一层金灿灿的霞光 祥云连绵横跟长空 宛若上古神灵显化了神迹 在那遮天蔽日的祥云霞光内 若隐若现万千佛 万龙佛谷光影 仿佛有千首万臂 漫天佛陀 磅礴装严的佛运 顷刻间弥漫四方 万龙佛谷内的诸佛 都进阶一惊 齐齐看去 嘖 这 这是千佛界千首佛寺的诸佛 没想到 他们是一个道场的 有人顿时一眼认出来 万龙佛谷今日开启 但如今到来的 皆是西佛谷天的诸地诸佛 五界界主所镇守的势力 都还没有过来 当他们全部道场 万龙佛谷这场盛会 千佛界的千首佛寺 就是千佛界最强势力 也是凌驾于诸族和寺庙之上的存在 由界主就任方丈 四大御佛掌管佛寺 这一界的千佛界界主 乃是银炎佛地 据说是青天佛地的徒儿之一 实力十分强大 更将千佛界的开创者 千首佛地的独创之术 千首佛连 席修到高深莫测的地步 据说还进行了改进 形成属于自己的千首万门连 更加强大 有天地一脸敬重地说道 为何银炎佛地的强大地数 你这么清楚 有人倒是不解地问道 你一看就不是我们千佛界的人 在千佛界牵手佛寺 高层或者天赋异禀者 表现优异者 皆是有机会聆听银炎佛地的讲道 其更亲自解析自己的佛地数 丝毫不会藏着掖着 这才是大佛 有天地骄傲地说道 让诸佛都一脸敬佩 诸佛说话间 遥远的天际 那若隐若现万千佛陀光影的祥云 来到万龙佛谷 直接停滞在东北方向 一阵佛光吹过 刹那霞光万丈 只见云层之巅 显化出八千位佛陀 每一位皆是天地 磅礴的地位震撼全场 当然 所有人都会下意识地 看向最顶端的佛云阶梯之上 那里一名千首古佛 端坐佛光中 宛若佛要大日中的神佛 他高约百丈 身躯巍娥 一袭袈裟 泛着金光 宛若是佛法今生 透着无尽庄严 他闭目诵经 佛音贯耳 响彻心头 令人情不自禁地沉浸在佛道海洋中 最神奇的 还是他周身的牵手 宛若佛法虚化凝结 可又无比凝实 佛光流转 可见掌心内 竟然演化出日月星河 山河大地 光影迷离消散 最终又会凝聚有着九道连半的佛连 此景 玄妙不凡 蕴含至高的佛法治理 他 迎言佛地 当迎言佛地到来 原本喧嚣的万龙佛谷刹那间安静 没有人胆敢大声喧嚣 否则就是对迎言佛地的侮辱 行语眉头微挑 看了一眼迎言佛地 这老家伙的实力不错呢 与此同时 一道倾笑声传入行语耳畔 阿弥陀佛 行语施主 久仰了 行语倾笑 看向迎言佛地 传音道 前辈客气了 稍后还需要你帮忙呢 那是自然 老那听后号令 迎言佛地说完便没了声音 行语也没有去 和他多说 大约等候了不到一刻钟 只见天边再度传来了轰鸣 刹那黑幕降临 乌云星辰点缀长空 一挂挂璀璨的星河横更 宛如天际星空突兀出现 一圈圈佛光 从每颗星辰中扩散开来 旋即可以看到 一位位佛陀 踏出佛光显化时间 最震撼的 还是星空深处 那里一道星辰周围 旋转着一道佛环 佛环旋转 阴晕无音佛光 佛光之上 他体态巍峨 一袭紫金星辰袈裟 周身环绕一道道光团 仔细看去 仿佛是日月星辰 仿佛无音星空 更有一尊尊古钟和青铜顶 衬托的古佛 气势辉弘 宛若执掌天地的神佛 他 问星佛帝 当代星商界界界主 星商界的星商佛寺来了 那位一定是问星佛帝了 据说 他是星商界创始人 星商佛帝嫡系子寺 据说嫡系子寺 都可以习修星商佛帝留下的独特法门 可以快速成就万星佛帝 因此 星商界的借主 每一任都拥有万星佛帝 实力极其强悍 诸佛看到问星佛帝 一脸的凝重 其实力无一例外是十分强大的 尤其是那可怕的万星佛帝 据说可以触摸到传说中的地体 比佛法今生都要强悍无数倍 不知道问星佛帝和银阎佛帝 谁更强呢 有人看了一眼银阎佛帝 内心猜测到 问星佛帝到来后 直接停滞在正东方向 与银阎佛帝相邻 不过二者并没有多言说话 让场内的气氛颇显凝重 很快 天边又传来一阵轰鸣 血光如地狱般席卷开来 阵阵阴冷的气息 让在场诸地都忍不住打个冷战 只见远方血玉菩萨 带着诸佛赶来 宛若来自地狱的使者 只不过这一次 并非血玉菩萨自己过来 其身侧还有一头遮天蔽日的地沙 赫然是天为地沙 地沙形如虚幻 却又十分凝视 遮天蔽日的 宛若一个大路飘浮过来 在地沙之上 诸佛灵力 气势磅礴 赫然是天为佛界的借主 金混佛帝 金混佛帝和血玉菩萨到来 直接位于西南方向 和银阎佛帝问星佛帝属于对立面 这无形间拉开的气场 让全场诸地一正 都隐约秀出了不妙 传言中可没有任何消息指出 四界诸佛有不合呀 这副样子适合做派 看台处的行语 眉头微微一挑 看向了血玉菩萨 而此刻血玉菩萨的余光 看向了行语 眸子中 透着一丝深邃和淡漠 行语勾勾嘴角 莫不作声 嗡 幽远幽长的中阴 在此刻横空出现 浩瀚无音的佛威 从万龙佛谷伸出的 大日如来佛石像传来 吸引了全场所有生灵的瞩目 只见一朵佛帘 盛开在大日如来佛石像前 紧接着诸佛诵经之音响彻 万佛朝宗的壮阔规律的景象呈现眼前 令得全场诸佛惊呼 几乎自发地齐齐站起身 神色尊敬地 看向佛连深处 那里佛光耀日 佛陀今身逐渐放大 仿佛比天还要高 不多时 在幽长的中阴和万佛诵经之音中 轻要佛帝显化时间 当他出现 整个天地都寂静而安详 宛若神明现世 山川大河 都进阶笼罩一层金灿灿佛光 宛若成了传说中的西天极乐世界 2508章 如来显化 参见清药佛帝 全场诸佛同时躬身拜见 万佛朝宗之相更加澎湃 无垠的佛威浩荡滚滚 席卷了整个苍茫 诸佛倾起 清药佛帝倾笑一语 一股无形的佛威震荡开来 诸佛都随之起身 他依然身着海青衣 看上去仿佛普通的禅师 可此刻他端坐佛帘 却透着至高无上的佛威 今日万龙佛谷开启 诸佛论道 清药佛帝倾笑着讲述了一下开场白 全场诸佛都认真听从 行语却只是听了片刻 就视线挪移开来 四处看了看 对这一次好人倾笑道 我去了 好人点头 玄机只见行语抬头 看向清药佛帝 摆了一个很轻松的姿态 可是他的一双眼眸 却逐渐地淡然无神 只因他的人已经离开 而他的离去 全场没有一个人敢知道 清药佛帝并没有说太久 大概讲述了一番流程后 他微微一顿 目光平和地看向全场 道 不过 在万龙佛谷圣会开启前 有一件事要做 诸佛都在等待着万龙佛谷圣会开启 大展身手 听闻此言 微微一正 还有什么事 比万龙佛谷的圣会更加重要 玉修 我想诸佛都不陌生 流窜在我西佛谷天的毒瘤 毒害这一位 又一位向往福到的我佛门中人 最令人愤怒的是 玉修隐藏极深 在不动用玉轮设立时 和寻常佛修没有任何不同 实在难以除境 所幸 近些年来打压力度加强 诸多玉修被除境 我很欣慰 诸佛都功不可没 若没有大家共同努力 也很难做到 但他一日不除 本作就寝食难安 清药佛帝淡默地说道 因此 在今日万龙佛谷开启前 本作要一举将流窜在我西佛谷天的玉修 一网打尽 此话一处 全场诸佛惊骇欲绝 甚至诸佛接连惊呼不可能 自渊碑时代以来 西佛谷天就流传出了玉修的踪迹 时至今日已经有数万载有余 虽然时间相对不长 但是玉修却根深蒂固 更重要的是 玉修因佛修而诞生 成为玉修的前提 据说就是佛修 佛修不除 玉修难灭 而佛修岂能净灭 那西佛谷天也就荡然无存了 尤其是玉修行踪诡诀 捉摸不透 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目的和想法是什么 难以查到 剿灭的一些玉修 大都是明目张胆的那种 绝大多数玉修都难以拔出 这些年 西佛谷天也早已经习惯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而今清药佛帝竟然要连根拔除 这怎么可能 就算是清天佛帝都 没有做到 我知道 诸佛皆是不幸 在此之前 我也是不相信的 不过 今日本座请来一人 可以做到 清药佛帝一言出 更让诸佛震惊 真的假的 连清药佛帝 清天佛帝都做不到的事 还有谁能做到 莫非是风云神殿的某位传奇存在 可没听说有风云神殿的人过来啊 清药佛帝岂会开玩笑 既然这么说了很有可能 但就不知道 到底是何方神圣 还真是期待 如果真能将玉修干掉 那我们西佛谷天 就真的恢复到冤碑时代之前的太平时代了 而且可以游走四方 而不用如现在一般 担心被寒打喊杀 诸佛都一脸憧憬 多少古佛 都十分向往冤碑时代之前的时代 那些岁月里 佛寺并非只有西佛古天有 而是遍布天生界五湖四海 各地势力和种族 都对佛修进而重之 在所有人眼中佛修 都是德高望重的存在 可现在整个天生界 只有西佛古天存在佛寺 任何地方都没有 甚至佛修出去 都会被围攻 而这一切 都是因为邪恶的佛修所造成的 并非是诸佛喜欢那种 被人追捧 被人敬仰的感觉 而是这种憋屈感 实在让人气恼 并且大多数佛修 之所以会成为佛修 就是想要普度众生 行善度恶 满怀慈悲心肠 如今无法去传扬佛法 去度视闽人 都深感憋屈 因此 此刻在场诸佛 都如此激动和憧憬 阿弥陀佛 不知道此人是谁 还请佛弟请来一件 也能够早日消灭玉修 还我西佛一片太平 问心佛弟微微欠身 躬身道 诸佛也几乎同时点头 看向清药佛弟 清药佛弟倾笑 目光平和地看向远方 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出来吧 一抹璀璨的佛光 刹那从清药佛弟身后的大日 如来佛十相之巅传来 宛若出生的朝阳第一抹 阳光照耀四方 那光芒耀眼无比 在光华之中 若隐若现一道身影 其身躯云衬 一袭白袍 覆手而立 看上去若不经风 可此刻却宛若天地之己量 伟岸而高贵 当佛光逐渐暗淡 只见此人 赫然是行语 这 这是 灭云落 当看到灭云落后 诸佛猛逼 灭云落之名 普天之下谁人不知 这可是风云神殿点名 要通缉的家伙 怎么如今会在这里 前段时间听说 其在镇玉界 跟随黑名古佛 好像成为了白眉古佛的师弟 是我佛门中人 可他真的是想要入佛门 而不是逃避风云神殿 诸佛都面露狐疑地 看向灭云落 换作谁都会这样想 毕竟他可是被风云神殿 通缉的家伙 这个时候 忽然入佛门的目的 真的单纯 相信青药佛弟不会看错人 而且 若他真的能消除玉修 入佛门又当如何呢 有一种声音逐渐传来 让诸佛都点头肯定 若能对佛门做出贡献 那么目的不单纯 又如何 风云神殿又不会帮助西佛古天 清除玉修 阿弥陀佛 这位是灭云落吧 可是风云神殿重点抓捕的对象呢 金混佛弟端坐在天为地沙之上 淡漠的眼眸俯瞰行语 同时内心微微一惊 他可清楚地看到 行语还在看台区呢 我只记得他 是我佛门中人 可以帮助西佛古天剿灭玉修 你说呢 青药佛弟笑看了一眼金混佛弟 让金混佛弟眼眸中 闪过一抹不佳眼视的冷漠 但却微微欠身道 那是自然 开始吧 青药佛弟挥挥手 远在后方大日如来佛石像上的行语 微微点头 看向金混佛弟 毛子中充斥着一丝笑意 此刻 好人身旁的那道行语 悄然消失 2509章 一仓雷地 行语制造假的自己来迷惑 一方面是因为 行语需要时间安置天为史叙述 另一方面也是不确定 他们究竟打的什么注意 虽然行语根据情报猜测大概猜到了他们的目的 是为了等他开启佛阵 以此借助他的手来达成目的 但是 一切仅仅只是猜测罢了 若真的有病 那可就麻烦了 因此 为了完美成功 行语就制造了假的自己 有备无患 就目前看来 似乎一切如猜测的一般 希望确实如此才好 低头看向脚下大日如来佛 行语难难倾笑 虽然你早就死了 不过若在天有灵 还请帮个忙呢 这可关系到西佛古天乃至整个天生界的局势改变 他执掌微微一握 繁琐的神秘霞光弥漫 脚下的大日如来佛石像头顶 显化一层佛光 演化出一道古老而神秘的地震 地震出现的刹那间 就绽放夺目光辉 照耀四方 天为史叙述 随着光滑争腾 而诡异地穿过大日如来佛 浮现出 天为史叙述本就三丈 可此刻迎风暴涨 转瞬间成长百丈 千丈万丈十万丈 刹那间整个苍穹都被天为史叙述的树叶给割挡 天地一下子暗淡了下来 天为史叙述绽放着光辉 璀璨夺目 佛运自然 那六角绿叶金银翠绿 隐约间显化出一尊尊佛陀身姿 宛若万佛盘踞 天哪 这这是什么树 怎么可能这么大 这么诡异 朱棣看到天为史叙述都愣住了 并不是没有见过古树 可是这么大这么雄伟 而且弥漫可怕佛威的古树 当真是头一次见到 当天为史叙述出现 仔细聆听 似乎还能听到 目骨尘中之音 幽远幽长的响起 万千佛陀在讲述佛道治理 一切晦涩难懂的玄妙 都似乎一下子明误了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血玉菩萨 当看到天为史叙述的刹那 眸子闪过一抹冷芒 恰逢此时 惊混佛弟看向血玉菩萨 二人对视一眼 眼眸中都透着得意冷笑 果然在按照他们猜测的那般计划形式 一旦天为史叙述开启五界地昆佛阵 那么西佛古天的五界内的五界地昆佛阵 都会瞬间发动 皆是一切都将按照计划进行 他们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轰隆崩 当天为史叙述出现的刹那 整个卧龙佛界都在颤抖中发出轰鸣 脚下苍茫大地在抖动 似乎有恐怖的巨龙 在地下深处翻江倒海 这让朱蒂亥然变色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吃吃吃 脚下大地 泥土不断颤抖 紧接着一道道佛光暴起 照耀四方 整个卧龙佛界 竟然都被地下暴涌而出的光给淹没 这发生了什么 不仅万龙佛谷的佛修一脸惊骇 整个卧龙佛界的生灵在这一刻都猛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若不是地下暴涌出的光是佛光 可能所有人都惊恐地逃离开了 此刻 若站在苍穹之巅往下看 就会清晰地发现 地下暴涌出的无音佛光之内 隐藏着一道十分玄妙的古老佛阵 佛阵缓慢凝形不断旋转 无音的梵经法文如果将之理游动在佛阵中 最终化作无数头佛龙不断蜿蜒盘旋 弥漫出惊天动地的可怕佛威 而无尽的佛龙中心也就是佛阵的阵心 若隐若现一道可怕的佛陀身躯 宛若神佛盘踞 神佛之下便是天为史叙述 轰隆隆 若举目眺望更可以清晰地发现 此刻的西佛古天其余四界地下 也迸发出亿万道佛光 佛光之内阴云梵经法文 和卧龙佛界几乎一模一样 佛阵自然是五界地坤佛阵 这也是西佛古天五界的终极防御佛阵 也因着这五道佛阵 西佛古天从历史的岁月长河中流传至今 更无人胆敢侵犯 当然 最可怕的还不是五界地坤佛阵 而是五阵组合的无敌佛阵 至天至高佛皇净世阵 卧龙佛界 万龙佛谷 天为史叙述下 行与一双眼猛猛然睁开 在璀璨的佛光世界中 他的眼眸之光都无比的耀眼 佛阵开启了呢 那么 融合 行与应发变动 一掌狠狠拍在面前的天为史叙述 刹那间 天为史叙述爆发出无尽的光辉 一道横扫西佛古天的可怕佛中之音 猛然响起 轰隆 刹那间 整个西佛古天都颤抖起来 仿佛要一跃脱离苍茫大地一般 西佛古天造成的可怕动荡 传出无尽轰鸣 在这一刻直接响彻整个天生界 死 这什么动静 好可怕 发生了什么 天生界各个天地的生灵 都纷纷看向了西佛古天的方向 面露惊骇 仿佛刚刚天地被捅了个窟窿一样 天生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清晰可闻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死 这这这是什么 靠近西佛古天的风云地天 以及南夜赤天上的生灵 都一脸惊恐地看向西佛古天 因为可以清晰地看到 西佛古天这片地域衍生出无尽的佛光柱 每一道佛光柱都惊人地恐怖 而其中 以这片天地的边陲之地的佛光柱 最为庞大和巍峨 拔地而起 直刺苍茫 佛光耀日般夺目 仿佛是这片天地的守护者 佛光柱之间 有无垠的佛法经文泛着金色流转 最终化作一道道经文屏障 将整个西佛古天笼罩封锁 若毅历常空 俯瞰西佛古天 更会惊骇地发现 西佛古天五界之内的五界地昆佛阵 早已经消失不见 只有一道笼罩西佛古天亿万里疆土的佛光阵 这佛光阵微额辉弘 壮阔归立 宛若上古神佛神笔所勾化而成 亿万道佛龙蜿蜒盘旋其中 更可见光影弥漫 宛若有百万佛陀横更常空 演化出西天极乐世界 无尽的南南诵经佛音 顷刻间响彻这片神舟大地 洗礼着亿万生灵的心神 那佛音不同 五界地昆佛阵出现后 而显化的佛音 而是透着极其可怕的穿透力和净化之力 若闭目聆听 脑海中会显化出十八道佛陀身影 他们盘坐神秘佛阵之中 南南诵经 一道道神秘佛光 以佛阵为核心 四散开来 洗礼着所有人的心神和地魂 令生灵永恒沉浸在佛法的海洋中 2510章 一箭之仇 我的天啊 这 万龙佛谷中 诸佛都一脸呆滞地仰望常空 看着那横更常空的神秘佛阵 久久难以回神 这佛阵的神威太强了 强大到难以生起丝毫反抗之心 对比之下才猛然发现 哪怕自己已经是天地 可依然是那么的弱小 这是什么佛阵 为何会被灭云落开启 这 怎么回事 有古佛回过神 看向大日如来佛石像上的行语 都很好奇 为什么他能爆发出这等强大佛阵 根本听都没听过 世间还有着如此可怕的佛阵 此刻竟然被他释放出来 不过紧接着 诸佛的目光就不再看向行语 只因为场内出现了可怕的变化 只见诸佛人群中 有人周身不断弥漫出可怕的邪恶黑气 如吹烟飘摇而上 毁灭死亡的感觉笼罩四方 令周围诸佛色变 时而发出的嘀吼 更犹如地狱的使者传来修罗的魔刀之音 起初仅仅一两人 虽然诸佛好奇 但也没有在意 可紧接着三个五个 十个百个 越来越多的佛修这般 就有些诡异了 最让诸佛惊害的是 来自天为佛界 正欲界的血欲菩萨和金混佛弟 连同他们所带诸佛 竟然体内也弥漫出着黑气 滚滚而起 比其余佛修都恐怖 遮天蔽日的宛若黑暗魔界降临 佛弟大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诸佛都逐渐远离了那些弥漫出黑气的佛修 因为那气息让他们骇然 看到远处的清药佛弟问新佛弟 以及迎言佛弟等人没事 诸佛都情不自禁地朝着他们涌来 天为使叙述下 行语睁开眼眸 手掌轻轻松开天为使叙述 目光透着一丝笑意 看向血欲菩萨 随着 至天至高佛皇静世镇开启 西佛古天彻底被封锁 到静世镇关闭前 外界的任何生灵都无法进入西佛古天 佛罗蜜咒范心经 随着静世镇出现而响起 玉修也进阶暴露 这范心经有着极其可怕的进化能力 玉修若不调动权力 根本无法抵御那进化的力量 而一旦调动权力 玉轮设立必将暴露 也就是如今他们弥漫出的黑气 一切都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接下来 就是要开战了 行语看了一眼人群中的好人 微微点头 他咧嘴一笑 清药佛帝此刻眼眸淡漠地看向血玉菩萨 以及金混佛帝 报 本作说过 在万龙佛古圣会开启前 要将西佛古天的玉修一网打尽 佛阵的开启 就是为了进化玉修 也为了将隐藏在佛修中的玉修 彻底暴露出来 一网打尽 此话一处 诸佛都震惊地看向血玉菩萨和金混佛帝 就算是傻子也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了 弥漫着黑气的佛修 皆是玉修 可是 可是这怎么可能 血玉菩萨和金混佛帝竟然都是佛修 这 不少佛修看向二者 都有些失神 无法去相信 这是事实 尤其是天为佛界 以及镇玉界的佛修 更是无法相信 这曾经的戒主 这曾经的精神支柱 竟然是自己所憎恨的邪恶玉修 除此之外 也有不少佛修 呆滞地看向那些弥漫黑气的玉修 有些人在刚刚还在和自己谈笑风生 有些玉修更是自己的挚友 如今竟然也是玉修 这等打击 让诸佛都有些难以接受 阿弥陀佛 血玉菩萨 金混佛帝 你二人隐藏得好深啊 银言佛帝睁开双眸 那眸光宛若日月绽放光辉 周身的千手万臂 佛光如注喷勃 身为一介介主的你们 竟然也沦为玉修 你们可曾对得起那些相信你们 敬仰你们的众生 银言佛帝字字如惊雷 让得诸佛也在此时同仇敌凯地看向血玉菩萨 血玉菩萨轻笑 一双点缀着血色万童的眼眸 迸发出璀璨血盲 对于诸佛的神情丝毫不在意 都这个时候了 还在眼 是不是有些多余 为了惦击自己的伟光症 啊 无所谓了 血玉菩萨嘴角微敏 闭靡天下 无所畏惧的强横姿态横扫四方 既然暴露了 那么就不需要再演了 若要站 尽管来 我等趁此机会 一举拿下的 将西佛古天彻底统一 是啊 早就相统一了 可惜一直没机会 这一次 你们给我们创造机会 不统一 多么对不起你们 惊混佛帝嘴角微敏 一双眼眸 迸发出黑色充满邪恶的树童 宛若从法相庄严的神佛 顺息化作吞天是地的恶魔 枪枪枪 诸多弥漫着黑雾的玉修 在这一刻都争鸣一笑 周身弥漫出冲天的可怕黑光 下一瞬 周身的袈裟 都进阶化作极致的黑色 宛若地甲一般 手掌间光滑吞吐 演化出诸多充斥着毁灭气息的地气 刹那间弥漫的惊天煞气 席卷整个万龙佛谷 诸佛都骤然色变 这股气息汇聚在一起 好强大 他们诸佛数量看上去很多 足足有几十万人开外 但是实力却参差不齐 五地真地大地皆有 甚至还有地者 而玉修可全部都是天地 数量更超过三万 怎么打 丹丹气息 都足以寝刻间抹杀他们几十万人 诸佛都下意识地看向了清药佛地 这一刻 清药佛地成了所有人的支柱 既然清药佛地 胆敢让灭云落开启佛阵 将玉修都引出来 那么 应该有方法战胜吧 有本作在 你们想统一的美梦 是没办法实现了 清药佛地 淡默地看向血玉菩萨 清药佛地 就凭借这些人手 你们拿什么抵抗 惊混佛地 眼眸透着冷意看向清药佛地 我知道你的实力强大的过分 不过仅凭借你 可远远不够 仅凭借我自然不够 不过 如果加上清药佛地呢 清药佛地 眸子金芒一闪 那佛微席卷苍茫 令得这片天地的诸佛都梦了 清天 清天佛地 他 他不是早已经逝世 步入西天极乐世界了吗 诸佛都震撼地 看向清药佛地 看着清药佛地那幅神情 都隐约猜到一种可能 内心忍不住振战 血玉菩萨和惊混佛地眼眸一凝 似乎神色凝重 可内心却充满了激动 快些吧 将清天佛地感召出来 那么 你们这些垃圾 就都没有用了 老子也不用跟你们在这里废话了 血玉菩萨 内心充斥着争鸣嘶吼 2511章 大军降临 清药佛地冷哼一声 微微闭上眼眸 刹那间 他周身弥漫出无尽澎湃的佛光 演化出万佛朝宗之壮阔景象 身下佛帘金芒吞吐 梵文化链 哗啦啦地在四周闪烁 他喃喃诵经 周身虚空不断颤抖 若隐若现间 可以看到一道可怕的佛陀身躯显化 与清药佛地相同动作 看不清具体是什么佛 只能够感受到 那无敌的佛威 宛若神明 天为始续 大日如来 一念 归 清药佛地猛然睁开双眸 佛光落在天为史叙述 他身后的那道伟岸的可怕佛陀身躯 也同样一掌落在天为史叙述 轰隆 一道可怕的巨响从长空传来 仿佛天穷在此刻被轰碎 无尽的佛光在此时爆发 刺眼的光 让诸佛都下意识地捂住耳朵 闭目低头 那天穷弥漫出的可怕微能震荡 让诸佛都有种 生命要被剥夺的感觉 与此同时 无人得知 天为史叙述 因晕在佛光中 宛若神圣的神术 弥漫着浩然庄严的佛道微能 更似乎是神佛的演化 枝丫摇曳 都有无尽佛威震战 一道可怕的光束 从天为史叙述的中心飞出 瞬息贯彻长空 直接穿过无垠的空间 降落在镇域界镇域山的核心区域 在这里有一道灵幕 弥漫着佛光 华丽而神圣 庄严肃目 似乎埋葬了可怕的神佛 当天为史叙述射来的佛光 瞬息落在灵幕 刹那间 灵幕弥漫出无垠的光滑 其内繁密的梵纹 有如神灵书写的神迹 演化出日月星河 山川大河 万物苍生 颇为玄妙 哇 灵幕上空 凭空出现一道亿万丈高的可怕佛陀身影 当它凝现的刹那 百万里山河遍布祥云 亿万里疆土众生欢乐 苍茫星空下 诸佛诵经之音回荡 宛若西天极乐世界降临 亿万神佛 朝宗的神秘景象横梗无垠长空 西佛古天的众生 在此刻齐齐看向此处 然后全部震惊地激动地跪在地上 大日 大日如来佛显灵了 大日如来佛显灵了 天哪 竟然是大日如来佛 这事太不可思议了 我佛显化 快快参拜 西佛古天外 天生界众生都在关注着西佛古天 上午爆发的震动 实在是太可怕了 难以想象 其内发生了什么事 此刻 天生界众生看到了大日如来佛的景象 哗然变色 大日如来佛的身影太庞大了 仿佛要将这片天地都通个窟窿 亿万丈的佛光 似乎要穿透西佛古天的阵法屏障 照耀到世界尽头 我的天啊 这西佛古天 今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不仅全面封锁 万佛朝宗的景象频频显化 就连大日如来佛的佛陀身影 都照耀事件 难不成又发生什么灾难了吗 还是说 玉修要统一西佛古天了 天生界诸地议论纷纷 震惊不已 上一次大日如来佛显化 还是混乱时代之初 那时镇玉菩萨驾赫西去 万地妄图争夺佛古 可青天佛地手持神秘画卷 引大日如来佛的意志 一念抹杀万地 更令天生界陷入黑暗一天一夜 这一次 不知道又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显化出了大日如来佛的画像 诸多好事者 都妄图进入西佛古天 可是 至天至高佛皇静世镇 出现的同一时刻 就已经将整个天地给封锁 除非佛阵关闭 否则就算是开启佛阵者 都不可能走出佛阵之外 镇玉界镇玉山 大日如来佛身影下的灵墓 哄 一道可怕的佛光瞬间爆开 喷勃出一股宛若年稠岩浆一般的金盐 那金盐弥漫着极其可怕的温度 连虚空都无声无息被燃烧消逝 可是灵墓却安然无恙 赤圣的金盐飞出 并未四散开来 而是诡异地 汇聚在大日如来佛的身影下方 逐渐凝聚 不断化形 最终 竟然演化出一道身影 碰 随着身影四肢一震 金光扩散 半空中屹立着一道和尚 他一袭金光赤红袈裟 骑上琉璃华光宝珠点缀 宛若神佛祝福的神光 他造型怪异 一手持佛杖 庄严肃木 一手持画卷 文质彬彬彬 他看上去 也就是中年模样 长相颇为平凡 但是梅雨开河间 弥漫出的福道威能 足以撕裂长空 足以比肩圣地 若有人在此 定会惊呼出声 此人 青天佛地 遥望万龙佛谷的方向 看着那半空中遮天蔽日的天维史叙述 青天佛地一双 充斥着福道威能的毛子 透着一丝冷光 原来如此 怪不得我会被人强行从封印中唤醒 体内的域外邪灵还被压制 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也得以掌控 原来是天维史叙述被人找到 至天至高佛皇静世阵 也开启了 借助这股力量 强行感召大日如来佛的意志 开启画卷 把我从封印中复苏 看样子 发生了很多事情呢 青天佛地左手持的佛杖微微一颤 佛光迸发 其内范文流转 顿时在面前显化出一道充斥着佛光的空间之门 其一步踏入 顿时消失 他 竟然也懂得空间地道 万龙佛谷 刺眼夺目的佛光逐渐消逝 诸佛都睁开了眼眸 下意识地看向镜头镇欲界的方向 当看到那半空中横梗的大日如来佛的身躯 诸佛站立 大日如来佛 诸佛沉浮在地 一脸敬重 大日如来佛 是天生界佛教的开创者 也是福道的引路人 是修佛者最为敬仰的神 当看到大日如来佛 岂能不激动 血液菩萨和惊混佛弟 抬头看向大日如来佛的身躯 眼眸中迸发出赤圣的光 那光 是兴奋而激动 大日如来佛显化 看样子 青天佛帝从封印中解脱了呢 血液菩萨和惊混佛弟对视一眼 都充斥着兴奋 青天佛帝从封印中出来 那么镇欲菩萨的佛古舍里 以及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定然也同时脱离了封印 这样 他们就可以顺势而为 将其夺走 一旦这两样东西获得 哪怕是西佛古天的生灵全部死亡 也无所谓 青妖佛帝目光看了一眼 大日如来佛的身躯 暗自轻松口气 旋即看向血液菩萨刚要说话 只见面前佛光冲天 一道身影 凭空踏出虚空 青妖 发生了何事 与我说了一听 2512章 万龙战场 万龙佛谷内的诸佛 都下意识地 看向青妖佛帝面前的那人 这 这是 青天佛帝 当诸佛看着一手持佛帐 一手持画卷的青天佛帝出现 全场诸佛骤然变色 青天佛帝早在数万年前的冤杯时代 就已经逝世 普天之下 诸地皆知 可如今青天佛帝竟然复活 而且和当年一模一样 这一切 着实有些不可思议 青妖佛帝 银言佛帝 以及问心佛帝 都一脸激动地 看向青天佛帝 参见青天佛帝 三人带头 诸佛也齐齐跪拜在地 神情充斥着激动 这万佛齐拜的场面 着实震撼 哪怕是青妖佛帝都 没有这个殊荣 因为青天佛帝是诸佛 最为喜欢的佛帝和掌控者 在他带领下的西佛古天 几乎可以媲美上古大日如来佛那个时代 诸佛都十分敬仰 青天佛帝并未理会诸佛 只是眼眸淡漠地看向血玉菩萨 和金混佛帝 你二人总算不遮眼了吗 青天佛帝冷声道 在青天佛帝活着的时候 二人就已经沦为玉修 青天佛帝知道 可惜不等青天佛帝干掉他们 以除祸患 他就被域外邪灵侵蚀 彻底化作指之杀戮的恶佛 青天佛帝懊悔而痛苦 为了避免自己再度杀伐西佛古天的诸佛 这才强行闭关 将自己封锁在镇玉山 因此也就没有功夫管血玉菩萨二人 青天佛帝这是哪里话 我二人从没有遮眼过 血玉菩萨面带一丝温和笑容 可是神情却如此的阴冷 周身弥漫着的黑光 更衬托的他宛若恶魔般可怕 说起来我可是想死你了呢 等你脱离封印 等得太久太久了 青天佛帝冷哼一声 道 有本帝在一天 你们要的东西就绝对拿不走 青天佛帝的实力 足以一巴掌拍死血玉菩萨和惊混佛帝 但是他没有动手 不是不敢 而是不能 一来他不知道如今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 他只知道自己被获救 二来他更知道一件事 他二人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背后的风云神殿和御外邪灵 当年若不是风云神殿和御外邪灵的搅局 这二人以及西佛古天的御修 早就全部死掉了 青天佛帝看向一侧的青药佛帝 青药佛帝当即心领神会 立刻将目前的情况 传音概述给青天佛帝 原来如此 青天佛帝了解了所有事情后 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后方 此刻正屹立在大日如来佛石像上 面带笑意的行语 拿不拿得走 可不是你说的算 而是我吗 血玉菩萨冷笑一声 道 青天佛帝既然已经出来 那么该动手了 当血玉菩萨话音落 诸佛都一惊 以为血玉菩萨 要率领三万开外的御修动手 可谁知 苍穹突兀崩裂 出现无数裂缝 玄机黑雾弥漫间 天地四方出现一道道可怕的身影 每一道身影 都是天地修为 仔细看去 赫然有风云神殿的风云神君 苍玉天蒙的苍玉帝君 还有一大批长相另类 弥漫着可怕气息的生灵 朱蒂家一起 数量超过五万 死 诸佛都傻眼了 这一幕 简直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又出现这么多天地 而且还有风云神殿的风云神君 最重要的是 这些风云神君 与平日里所看的截然不同 不是金阶神君 更不是护殿神君 而是更高层次的神君 那弥漫出的气势 极其恐怖 风云神殿 也跟玉修勾结 诸佛有些猛逼 眼前这个情况 让他们不得不这样想 可是这个现实 又让他们不敢去相信 风云神殿 那可是天生界公认最强最神圣的势力 怎么会和玉修狼狈为奸 那些是苍玉帝君 可这些是什么生灵 为什么一个都不认识 难道是传言中的玉外邪灵 由古佛看向那些长相另类的怪异生灵 颇为不理解 好久不见 青天佛地 此时风云神君面前虚光一闪 一名中年男子浮现 他副手而立 面带笑意地 看向青天佛地 他一袭青袍 肩背黑剑 腰腹有一白色玉腰带 挂着蓝色麒麟玉佩 英俊飘飘 宛若若若冠之年的卓士公子 他与身后万名风云神君截然不同 没有他们弥漫出的铁血霸道之气 但他屹立在前 却比他们的气势更强 宛若主宰 嘶 这这这 这是天地榜第八的一苍雷地 我的天啊 当看到中年男子出现 在场诸佛都哗然变色 一苍雷地 乃是当今天地榜排名第八的存在 实力十分可怕 就连排名前五的存在 除了洛颖和傲风云 都对他十分忌惮 只因为他在刀剑时代也是 天地榜上的无上存在 虽然刀剑时代时 仅仅排名第九 但他能接连两次登临天地榜 这已经是个奇迹 天生界千百万年来 都没有过几次 一苍雷地突然出现 而且好像和风云神君有关系 看样子 他投靠了傲风云啊 诸佛神色微宁 甚至有人心生绝望 任谁能想到 好好的一个万龙佛谷圣会 竟然会将西佛谷天的玉修全部引出来 更有谁能想到 不仅仓玉天盟与玉修勾结 就连风云神殿也如此 如今更是来了一个 灯灵天地榜的无上存在 这一下 怎能不绝望 青天佛地和青药佛地等诸佛 也是面色微宁 没想到会有天地榜上的无上存在过来 怪不得血玉菩萨 他们会如此淡定地等待他们 完成所有事情 虽然大家的修为皆是天地巅峰 但是登临天地榜后 彼此的差距会非常大 单单天地榜加持后的那股可怕地威 就堪比任何无敌地数 大日如来佛石像上的刑宇 看到一苍雷地后 眉宇间透着一丝冷意 我还以为这家伙死了呢 没想到还活着 刑宇袖口中的拳头 微微一握 当年 他均临天地榜榜首 创建刀剑时代 统领四方 天地榜上的九位无上存在 除了排名第二的是天地 与刑宇不合之外 其余人皆是臣服刑宇 不仅刑宇实力够强 更因为刑宇待人真诚 只要你不去招惹他 他都不会去搭理你 能够和一个时代的开创者打好关系 做什么事都容易 能够走到这一步都不是傻子 自然知道怎么做 刑宇对于他们 这种表现也是理解 2513章 万帝争锋 一苍雷地 刑宇很熟悉 曾经刀剑时代 他均临天地榜第九 实力看上去很低 只是排名末尾 但是刑宇知道 他若将所有实力爆发 足以堪比第五的如意天地 只不过这家伙没有这么大的欲望 对于排名也不在意 性格也和刑宇 以及如意天地相似 三人很聊得来 可惜 后来他迷恋上了一位叫做琉璃的女人 一个极其狠辣 可怕的女人 他原本也参加了万帝争霸 抢夺天地榜之名 只不过实力不足 最后被刷下 但侥幸活下来 一苍雷地认识他 似乎也是在那场争霸上 他为了修炼 不惜屠杀三玉千万人 炼制邪恶血丹 壮大自身圣体 残忍无道 英修特殊地数 为了壮大自身晶圆 将诸多天地级别的男性吸干精血 几乎成为刀剑帝天当时的大魔头 行宇得之后 直接让奥风云 亲自率领刀剑帝军去剿灭 可惜被不知 从何听来消息的一苍雷地赶来救下 还因此打伤了奥风云 灭掉诸多刀剑帝军 这让当时的行宇雷霆大怒 他和一苍雷地只是普通朋友关系罢了 和奥风云可是亲兄弟 兄弟被打 岂能不管 他直接动用秘法 寻找到了二人 将阻拦行宇的一苍雷地一招重伤 更将流离一箭劈碎 一苍雷地当场寒怒发血势 此生必杀行宇 行宇想要顺手解决 以除后患 毕竟这家伙的实力可是蛮恐怖的 但排名第二的是天地 不知何时出现 将其救走 是天地和行宇的修为当时不相上下 他若想走 行宇还真没有太多办法阻拦 因此就放了他 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二人 哪怕行宇派人多次调查 索性一直以来没有出现什么事 行宇也就没有在意 现在他还活着 看样子一定是奥风云被地里动的手呢 因为行宇还知道 如今的是天地也活着 还是天地榜排名第二 同样臣服了奥风云 上一世没有机会杀你 这一世 你可跑不掉了 行宇看向一苍雷地 嘴角微微一鸣 眸子闪过一丝冷芒 此刻 青天佛地饶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行宇 让行宇轻笑 看样子 青天佛地也知道 他们之间的这件事呢 我还以为你早已经死了 没想到做了奥风云的狗 青天佛地淡默地看了一眼青天佛地 道 当日刀剑天地 真应该一剑杀掉你 而不是手下留情 提及刀剑天地 一苍雷地眸子中 顿时清风不在 闪过一抹狠辣光芒 缓慢抬头看向大日如来佛石像后的行语 缓缓说道 你还准备隐藏到什么时候 我的刀剑天地大人 当一苍雷地此话一出 全场诸佛猛逼地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大日如来佛石像上的行语 刀剑 刀剑天地 什么 什么意思 难道 死 难道刀剑天地并没有失踪 而是重修 就是如今的灭云落 这怎么可能 他 他 怎么 诸佛都长大了嘴巴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向行语 这 这真的假的 灭云落 竟然就是当年的刀剑天地 可是千万般不理解 想要反驳 话到嘴边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除了灭云落 是曾经的刀剑天地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能够解释 一介少年 用仅仅几年的时间 从地者一路登临天地巅峰 更让朱棣跟随臣服 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还有什么能够解释 一介少年 与风云神殿竟然有如此深仇大恨 更让风云神殿全天界通缉 不死不休 以往也许不理解 现在 理解了 因为风云神殿根本不是表面上这么好 它暗地里勾结欲外邪灵 勾结欲修 残害生灵 根本就是混蛋一个 那么 行语所谓的消失 很显然并非是神秘消失 而是被暗害吧 诸佛都不是傻子 若这点事情都猜不透 那就白活了 血玉菩萨等人都大为震惊地看向行语 这 这家伙是曾经的刀剑天地 这 这怎么可能 饶是他们都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这件事的消息 不过看一仓雷帝那个认真的样子 很显然不是在开玩笑 怪不得这家伙 这般令人捉摸不透 原来 他是曾经的刀剑天地 血玉菩萨面色凝重地看向行语 这一刻 对于行语的警惕 几乎到达了几点 若他是曾经的刀剑天地 就根本不能以常理读之了 否则就会死路一条 在全场诸佛的注视下 行语覆手而立 面带一丝笑容地看向一仓雷帝 道 原来你还认得我呀 看来当年那一剑 你还没忘 当行语此话一处 诸佛更是震惊 看来 所猜测的是真的 一仓雷帝眼眸中狠纳之光 几乎凝为实质 肩背后的黑剑都在争鸣阵战 蹦剑出一道道诡异的电弧 那可是刀剑天地留下的一剑 我岂能忘记 一仓雷帝声音如雷 轰鸣之音响彻耳盼 让在场诸佛 都有些地魂站立 我等了你很多年 很多很多年 想要一剑杀掉你 想要为琉璃报仇 可是你竟然死了 让我真是郁闷了很久呢 还好 你活着 如今 我便可以亲手报仇了 一仓雷帝阴冷地看向行语 杀戮之意 宛若赤胜大日 令得在场诸佛 都不敢去看向他的眼睛 一仓雷帝本来也不知道 灭云落就是行语 不过在来西佛古天帮忙前 他从洛颖女帝口中得知 灭云落就是行语 这让他有些震惊和兴奋 震惊于行语的命大 面对洛颖和奥风云二人 都没有杀掉他 兴奋于 可以亲手报荡日一剑之仇 哪怕是青天佛地复活 都没有让他这般兴奋 这般在意 无数年来 挤压在内心的仇恨种子 早已经生根发芽 没有人比他更加怨恨 更加想要杀掉行语 还是如当年一般 自大自傲吗 行语慢悠悠地轻笑 俯瞰一苍雷地 道 当年的你 都没有资格杀掉我 如今的你 更加不配 清风吹拂 白袍裂动 长发飞扬 华光冲天 此刻的行语 宛若光之弟子 佛之主宰 那弥漫出的特殊气质 让全场诸地 都有一种莫名的悸动 2514章 一笑大方 多年未见 你的成长速度 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若给你时间 你绝对会比 曾经更强 一苍雷地淡漠地看向行语 道 不过 如今的你 可还未曾成长起来 在我面前 你只有死路一条 我想 你比任何人都知道 天地榜带来的效果 我两次天地榜加肾 你拿什么跟我斗 一苍雷地虽然愤怒于行语 想要宰杀他 但一苍雷地也不是傻子 清晰地分析过行语 从种种事迹来看 如今的行语 要比曾经要强大得多 而且身负诸多一宝 还有神迹在身 种种事物 若再加上前世的修为和经验 让一苍雷地 确实不敢拖大 若没有天地榜的两次祝福加身 他还真没有太多把握 战胜行语 天地榜这一神奇存在 妙用非凡 可以赐予登榜者无上之力 单单凭借那帝威 就足以横扫一片 他两次祝福加身 足以傲然一切 尤其是他这些年 也并非没有成长 实力远远强大过曾经 何况 如今的局势 不需要我亲自动手 也足以间等尽数磨面 一苍雷地冷哼一声 蔑视地 看向行语和青天 轻要佛帝 青天佛帝的实力 确实很恐怖 尤其是他手中紧握的 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催动起大日如来佛的意志 战力非同凡响 不过 他们此行可是做了万全的准备 区区青天佛帝 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一苍雷地大人 何须与他们废话 雪玉菩萨冷哼道 迅速将他们剿灭 带走正玉菩萨的佛谷设立 和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完成任务 这样大人 你也可以有大把时间 好好玩弄我们曾经的刀剑天地大人 报当日一箭之仇 您说呢 诸佛文言 顿时心神震战 几乎下意识地后退 虽然他们数量远比一苍雷地 他们要多得多 但根本不是对手 这一刻 他们都有懊悔 为什么要来万龙佛谷 也许就不会行走在刀尖上了 一苍雷地点头 嘴角微明 道 你说的在里 那么 谁说如今局势 你们就稳赢了 行语失笑摇头 缓步前行 来到青天 清药佛第二人一侧 三人对视 相视一笑 看向一苍雷地 神情充斥着蔑视 这让在场诸佛都有些震惊 这三人这般底气十足 难道还有手段没出 可面对这将近八万名天地 怎么打 真的能赢 一苍雷地眼眸一眯 打量着三人 最后道 哦 看样子刀剑大人 有十足的把握呢 来 让本地瞧瞧 灭你们这些狗腿子罢了 若不稳赢 岂不是太丢脸了 行语轻笑着拍拍手 下一瞬 苍雄雷霆大作 电闪雷鸣 虚空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裂 化作无尽裂缝 每一道裂缝 都足有千百万丈 宛若恶魔从深渊踏出了魔爪 那可怕的气势 令全场诸的神色微宁 呜呜呜 裂缝中 虚光流转 一道道空间之门凝现 紧接着 一道接一道的天地身影 踏着磅礴的地威 出现在这片天地间 仔细看去 走出空间之门的诸地中 赫然有来自赤仓地盟的赤仓地君 有来自北疆瞒天青竹帝国的青竹帝君 天魔窟的摩天帝君 以及愚人帝国的愚人帝君 数量高达五万 哼 五万天地组成的可怕帝君 按照各自的势力帝国 排列四个军阵 其声低鹤 地威横扫四方 光芒照耀天地 闭逆天下的王者之气 横扫无敌 刹那间 全场震惊 任谁都没有想到 此方天地 竟然还有五万天地帝君在此 这 这不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多帝君 血玉菩萨等人 神色巨变 他们想到了 行鱼等人会有后手 可没想到 隐藏了五万天地帝君 最可怕的是 他们竟然没有收到一丝一毫的消息 这让他们有些头皮发麻 在西佛古天这个地方 竟然无声无息进来五万天地帝君 那么还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 一苍雷帝脸色阴沉的 狠狠看了一眼血玉菩萨 让血玉菩萨羞愧得低头 不敢看他的眼睛 这是耻辱 不对劲 仓玉天盟派来的仓玉帝君为首者 身着一袭白色地甲 手持黑色大脊 气势磅礴 他来到这里后 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话 不过此刻 他斗眸下的双眸 冷冷看向赤仓帝君 道 我们仓玉天盟 一直与赤仓帝盟交战 更按照指示 没有立刻将他们干掉 而是静静等待行语 等待指示 我可以肯定 赤仓帝盟 没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若有的话 就不是我们围困赤仓帝盟了 而是被他们围剿 一仓雷帝眼眸一眠 看了一眼赤仓帝君 倒觉得此人说的有道理 这赤仓帝君的气势太强了 而且各个天地的个体实力 都十分强大 甚至远远强过仓玉天盟 若他们真的这么强 岂会容忍仓玉天盟 一直侵略打压他们 若赤仓帝君有问题 那么其余帝君也有问题 可是 究竟是哪来的这么多帝君呢 看向行语 一仓雷帝神色阴沉而可怕 这家伙的手段 比以前更加深不可测了 虽然如今八万帝君 对五万帝君 他们属于完胜 但西佛古天方面 还有不少人呢 若加一起 胜负可很难分 难道要调动那些人吗 一仓雷帝袖口中 拳头微微一握 神色闪烁不定 行语看向一仓雷帝等人冷笑 面露一丝嘲弄 赤仓帝君 以及其余帝君 整体实力确实有这么强 但那样做的代价 就是倾巢而出 对付这些人 行语可不想让所有人 都倾巢而出 这可是自己的家底 不能都用在这个战场上 能有这么多天地 出现在帝君中 这就要多谢 但台秦岳了 他的天眼阁 敌运可怕得很 此次行语从他天眼阁 借来了一些人用 不仅方便 而且速度快 因为天眼阁 有着诸多外人 不知道的可怕渠道 可以短时间内 将消息传播 整个天生界 也可以短时间内 汇聚最大的力量 2515章 邪名失足 阿弥陀佛 轻要佛帝单手和时 默默念经 佛音如木骨尘中 不断回荡四方 更宛若某种感召之法 只见思虑佛光 不断从万龙佛谷的谷底 以及山壁绽放 其上诸多佛陀石像 弥漫出无尽的梵文佛法 阴晕在这方天地各个角落 肉眼可见 虚空在颤抖 散发一道道波动涟漪 脚下山谷更在变动 百万里的五场逐渐扩张 绽放无尽佛光 逐渐地 佛光消失 脚下化作了遍布佛文痕迹的藏青色地面 坚硬如铁 透着肩不可摧 四周的梵文佛法定格 宛若防御屏障 将这天地笼罩 眼前依然是万龙佛谷 可看上去 更像是一望无际的战场 这是万龙佛谷内的小世界 名曰万龙战场 也是圣会开启后战斗所用的地方 否则天地级别的古佛开战 足以将万龙佛谷摧毁 哪怕万龙佛谷 有诸多佛阵加持也不行 这里是大日如来佛 亲自教授的徒儿之一 密罗海佛所建立 坚不可摧 存在了千万年 此次交战 双方天地数量加一起 足有十万开万 若全部战斗开来 西佛谷天都要请客间报岁 哪怕都无法离开西佛谷天 但西佛谷天 还有其余生灵 不能因为战争而伤疾无辜 为此 邢宇和亲要佛谷 最初商量计划时 将战场定在了这里 羞羞羞 无数道佛光 突兀地从万龙战场四面八方出现 快速地汇聚在亲要佛谷面前 定眼看去 赫然皆是斗战地佛组成的斗战佛军 数量足足有两万名开万 每一位斗战地佛的气势 都强悍到了极致 这是卧龙佛军 亲要佛谷果然早就有准备 诸佛看到卧龙佛军 都一脸激动 卧龙佛军 是卧龙佛界内的斗战地佛组成的佛军 从西佛古天各个地方进行选拔 能够成为卧龙佛军的一员 无论修为资质还是实力 无疑都是拔尖的 属于卧龙佛界最隐蔽的可怕力量 平日里大都隐蔽在各个角落 甚至有人的身份都不是斗战地佛 可一旦有事发生 他们将立刻组成卧龙佛军 成为卧龙佛寺第一道防御屏障 这些人手可还满意 大一丝笑容地看向一苍雷帝 如今八万对七万 他们虽然依旧处于劣势 可别忘记这里还有几十万参加万龙佛谷的佛修 哪怕他们之中实力大都弱小 但天地也是有不少的 何况 强者对战 靠的可不是数量 而是实力 哼 不愧是刀剑天地 做事够周全 步步为营 我本以为在利用你 倒没想到 也在利用我们 一苍雷帝低头发出一道笑声 那笑声充斥着蔑视 嘲讽和讥笑 微微抬头 一苍雷帝一双深沉的眸子中 闪过一缕赤盛的白色地雷电弧 不过 仅凭借这些瞎鱼烂兵 就妄图与我等对战 未免有些一笑大方了 数量足够了又如何 只是多杀一个把了 全体听令 在 当一苍雷帝话音落 风云神军苍玉帝军域外邪灵 以及玉修 其声低鹤 刹那间迸发出的可怕地威 犹如神灵威能现世 令整个万龙战场都在颤抖 诸佛都在此刻 神色凝重 修为低于天地者 立刻离开万龙战场 清药佛帝此刻当即冷声道 诸佛一经 纷纷离开万龙战场 不用清药佛帝说 也有很多人在逐渐离开了 虽然很多人都想要帮忙 可是此刻对面 这股气势太强了 根本不是对手 而且这场战斗 低于天地 也根本没有办法交战 那些天地境的古佛并没有退缩 而是立刻加入卧龙佛军中 神色凝重 对面一苍雷帝眼眸一凝 对于诸佛离开 并没有在意 冷漠地看了一眼行语 冷笑道 上 哄 八万名开外的天地 同时爆发地威 掀起恐怖的惊涛骇浪 万龙战场四周 虚空防护的佛法避障 都在颤抖 荡漾层层涟漪 仿佛要扛不住 这股可怕的力量 动手 青天佛地面前的行语 嘴角微微一鸣 抬起的手掌猛然落下 声音也宛若惊雷乍下 杀 赤仓 青竹 摩天 以及愚人帝君 五万名天地其声低鹤 携带无尽的可怕的帝威 同时冲出 赤仓帝君的首领 乃是恒天宝的 宝主恒无量 他手持地气 率领赤仓帝君 直接冲向仓裕帝君 神情充斥着残忍疯狂和兴奋 青竹帝君的首领 行语并不熟悉 但其很聪明 虽然同时前冲 但方向却不是正面 而是迂回到一侧 与愚人帝君两面夹击风云神君 至于摩天帝君 则在青叶率领下 正面对抗御外邪灵 四军中 实力最强的 便是摩天帝君 因为将御外邪灵交给了他们 虽然御外邪灵数量 只有一万名左右 看上去模样奇形怪状 很好收拾的样子 但 他们才是最难缠的 而且这场战争 最大的变数 也来源于御外邪灵 迄今为止 御外邪灵方面 可没有出现任何太过强大的天地 这让行语很是不安 因此直接传音给了青叶 让他控制着御外邪灵 阿弥陀佛 保卫我西佛古天的时刻到了 清要佛地神色冷漠地 看向血玉菩萨等御修 道 此战 必灭御修 还我西佛光明 杀 卧龙佛君齐声低贺 直接冲向御修 杀 千佛界界主 银言佛地 和新商界界主 问心佛地 同时看向清要佛地 待他点头后 一同低贺 率领各自佛寺的 玉佛和古佛 冲向血玉菩萨 和精混佛地 血玉 精混 今日你们必死 银言佛地和问心佛地 直接冲向血玉和精混 四人寝客间交战 而与此同时 全场朱棣也第一次交锋 轰隆隆 朱棣 朱棣寝客间的对抗 爆发出亿万道可怕的寒芒 无敌的帝威疯狂席卷 直接将坚不可摧的地面撕碎 若不是那弥漫着佛光的佛文 防御着大地 可能整个万龙佛谷 都要被彻底撕碎 万帝争锋 恐怖如斯 2516章 竹鸣空族 轰轰轰轰轰 万帝争锋 地危震天 无垠的光滑迷乱 万千可怕 地数纵横天地 三千地道 进阶显化 可怕的毁灭威能 几乎可以将天生结果给摧毁 更可以将日月星辰 顷刻磨面 双方家一起超过十五万的天地 在这万龙战场交锋 恐怖的威能震荡 仿佛上古诸神大战 杀杀杀 双方在这刹那间都互有伤亡 而且是瞬间必死 毕竟那肆虐的地危 实在太恐怖了 几乎可以轻松抹杀任何天地 也根本没法躲避 自己的兄弟和战友被抹杀 任谁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因此 战斗刚刚开始 双方就已经杀红了眼 直接进入白热化状态 所有人都疯狂地攻杀对方 想要报仇 想要饮血 鲜血如喷泉不断建设 染红了长空 染红了朱棣 更将一望无垠的辽阔战场浇灌的 犹如一片血海 一句句弥漫着可怕气息的地区横垫 狼藉一片 看上去是如此的血腥 残酷 而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 这里的每一句尸首生前 必定都是名震一方的无敌天地 可惜在这里 活不到几夕事件 行与面色微宁 他早已经料到会有这般局面 战争是最为残酷的 生命根本不值钱 哪怕是天地 若没有足够的本领 也活不下去 在这里靠的可不是修为多强 而是实力 而是战力 虽然帝军进行战斗 并非盲目横冲直闯 而是按照指挥和方法进攻 可是实力达到一定地步后 很多计谋和军事方法 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行与一方的天地 各个实力皆是不俗 拿到外面 皆是可以同皆无人能敌的存在 只可惜 对面的天地也十分强大 无论是风云神军 御外邪灵 苍御帝军 还是御修 皆不是弱者 那么能不能活下来 就要看各自造化了 行与深吸一口气 一念一动 磅礴的地魂瞬息间穿过虚空 横扫四方 贯穿了所有己方天地耳畔 狭路相逢 勇者胜 我相信你们 绝对比任何人都要强 拿出你们的所有实力 灭掉眼前的败类 西佛古天能否恢复太平 天生界能否彻底统一 就全靠你们了 这也是你们明阳四海 被万灵敬仰 写进历史的最好的证明 为了你们的信仰 为了你们的追求 为了你们的目标 站 行与字字都透着极其可怕的地魂魔鹰 震荡的虚空都不断破碎 几乎难以闭合 赤仓青竹摩天 以及鱼人四大帝君 在这一刻 几乎眼眸中都充斥着火焰 再不断燃烧 他们此刻的战役 杀戮之心 也几乎澎湃到了极点 战前鼓舞士气 对于如今 这个境界的天地 作用不大 因此 没有人会选择用 但是 别人不行 行与却可以 他那无人能超越的强大地魂 透着可怕的穿透魔鹰 足以刺激的所有人地魂宫内的地命魂 陷入亢奋 虽然只是短暂的 但当一个人精神亢奋 战意灵霄 那么足以将自身实力 发挥出120% 没有什么比汉不畏死的铁蟹神军更恐怖 战场上瞬息万变 能够取到压倒性的胜利 那么 一切就都来得及 在行与的强大地魂鼓舞下 四军将士 加上卧龙佛军 在这一刻 都爆发出了远超之前的强大力量 几乎请客间 域外邪灵苍狱帝君 以及御修 都受到了大规模的伤亡 不过风云神军却没有 风云神军数量不多 但他们实力极其恐怖 他们千人一组 形成神秘地震 变幻莫测 时而更会瞬息分散开来 游走四方 他们极其惜命 一旦挡不住 一定会撤退 甚至抓起身边的人坐挡箭牌 可他们也很疯狂 一旦抓住丝毫机会 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搏杀 战斗到此时 风云神军 竟然没有死伤几位 这让行语都脸色凝重 这就是轻卫神军吗 还真是恐怖呢 清夜从天眼阁那里 了解到了诸多情况 都一一告诉了行语 因此行语知道 在护殿神军之上 还有轻卫神军 暗殿神军 以及弟子神堂 轻卫神军共有六个团 由天地榜上的六位天地做统帅 如这个轻卫神军 就是由一仓雷帝掌控 至于暗殿神军 则由洛颖为统帅 是风云神殿最尖端的可怕神军 据说连天地榜上的天地 都不是对手 而弟子神堂 乃是十八位弟子 奥风云亲手培养的存在 在天生界 没有人胆敢称之为 年轻一辈的领袖 没有人胆敢称无敌 就是因为 有着十八位弟子 除了天地榜前三 他们十八人任何一个 都可以抹杀其余天地榜的天地 就连落影的话 他们都可以选择是否听从 由此可见 他们的实力多么强大 如今单单轻卫神军 就这么恐怖 这让行语对于风云神殿的底蕴 越来越震惊 交给我了 青天佛帝在一侧轻声说道 让行语眉头微微一挑 显然他也发现了 轻卫神军的可怕 其实若在平时碰到 轻卫神军并没有这么可怕 大概和玉佛同等水准 但当他们的数量 以万为单位 当他们变幻莫测地互相配合 横行在混乱战场上 那么他们的作用 就有点恐怖了 哪怕有青竹帝军和鱼人帝军 一同对抗风云神军 可如今战局都有些扑朔迷离 因为死伤的 一直是青竹和鱼人帝军 好 那一仓雷帝就交给我了 行语嘴角微敏 看向了远处 缓步走来的一仓雷帝 他气息诡异 哪怕行走在战场上 肆虐的力量 都无法伤及他半分 他的眼眸中 白色的电光纵横交错 披肩长发飞扬而起 电弧闪烁 宛若行走人间的 掌控雷伐的神明 有没有问题 青药佛帝在一侧 微微皱眉 他相信 行语胆敢这么说 那么一定是有把握 只是这家伙的实力深不可测 实在难对付 他还准备自己动手呢 至于天为佛帝 现在还不是时候 青药佛帝 相信行语不会召唤他过来 2517章 天为显微 别担心 我速度干掉风云神军 会来助你 青天佛帝看了一眼行语 旋即一跃而起 直接傲立在长空之巅 这个时候 站在长空之巅 几乎是找死 因为会成为众矢之地 但是青天佛帝 却全然不在意 手中紧握的佛帐微微一颤 直接屹立在身侧 迸发出璀璨佛光 紧接着在四周 化作一个神秘的佛阵 青天佛帝 双手抓起画卷 猛然拉开 吃 刺眼的华光 顿时从画卷迸发 直接让战场 万帝侧目看来 嗡嗡嗡 目骨沉中之音回荡四方 青天佛帝南南诵经 面前的画卷 逐渐演化出 无尽的梵文佛法 化作一道道光绪 围绕青天佛帝流转 一股大气磅礴的神秘气息 猛然震战 似乎所有人的心灵 都被狠狠重击 只不过行于己方的天地 都倍感舒服 而其余天地 则心思凡乱 甚至感觉心魂内 有一头恶魔在咆哮撕扯 仿佛要将身魂所崩碎 不好 一苍雷帝 眼孔微微一缩 顿时侧目看向远方 阵域戒阵域山方向 那里始终毅力常空的 大日如来佛佛像 在逐渐淡化 而青天佛帝周身 却逐渐汇聚可怕的佛光 散发出神秘威能 要召唤大日如来佛的意志吗 哼 岂能让你如愿 一苍雷帝冷哼一声 突兀消失 直奔青天佛帝 可是青天佛帝面前的虚空呼的一颤 一苍雷帝显化 急速后退 抬头看去 只见那虚空浮现出了行语的身影 你的对手是我 打搅青天佛帝做什么 行语覆手而立 笑盈盈地看向一苍雷帝 俯瞰的神情 透着僻逆四方的淡然 一苍雷帝冷笑 道 就凭你 当真不知死活 一苍雷帝瞬间消失 下一息出现在行语身后 可怕的白色电光 如瀑布般 从一苍雷帝体内抱起 转瞬间化作亿万道 食指长短的黑剑 和其肩被背着的黑剑一模一样 一股足以磨灭众生的剑意 随着亿万道黑剑出现而显化 恐怖威能令天地地道 都为之震战 本想要最后杀你 慢慢蹂躏你 但你现在找死 可就别怪我了 一苍雷帝冷漠的声音 随着剑意爆发传出 他食指微微前点 亿万道黑剑 瞬间刺向行语 说之池内石块 一苍雷帝出现到攻击 连十分之一呼吸的时间都不到 这可怕的速度 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攻击 换做是谁都难以抵抗 可是 行语嘴角威名 却面露笑意 嗡 亿万道黑剑 直接洞穿行语的胸膛 可是没有鲜血蹦剑 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传开 什么 一苍雷帝神色惊骇地 看着眼前的行语地区 被亿万道黑剑洞穿 然后宛若烟雾般 无声无息消失 就这点本领 你就想杀我 一笑大方 行语那带着慵懒和嘲弄的笑声传来 让一苍雷帝神色微宁 意念一动 那飞舞而出的亿万道黑剑 突兀崩裂 化作漫天白色电光 旋即猛然凝缩扩张 形成一道遮蔽方圆十万里的电网 然而 还不待一苍雷帝继续控制 突兀的发现 虚空凝固 电网竟然不能催动 一道虚雾的波动涟漪 从空间内震荡开来 而所过之处 电网进阶消散 一苍雷帝神色巨变 他接到消息 行语掌控了空间地道 实力变化多端 十分不可小亏 可如今看来 他的实力 已经成长到了极其可怕的地步 如今交手数回合 竟然都不知道 行语在什么地方 三亿雷行 一苍雷帝单手一颤 万千雷电宛若水流般 一波接一波的倾泻 将四周化作雷海 逐渐地 雷海不断站立 在四周围 形成三个神秘的雷霆漩涡 漩涡从小到大 几乎顷刻间 当雷霆漩涡化作十万障开外 三道漩涡交相呼应 彼此由雷链交叉缠 一苍雷帝屹立在中央 宛若雷神 一苍雷帝冷哼一声 三道雷霆漩涡 猛然树立而起 宛若球体一般 旋即携带汪洋雷霆 围绕一苍雷帝不断旋转 轰隆崩 可怕的雷霆 顺时化作雷霆光柱暴射天际 风暴交杂其中 犹如世界被破灭 这一奇特而诡异的雷霆地数 让诸多暗中观察着的天地 都暗自钦佩 不愧是一苍雷帝 虽然找不到行语在什么地方 但却以静制动 将困境转变成对自己有利的局势 在雷霆光柱中 他就有着主动权 无论发生什么事 都可以来得及反应 厉害 确实比以前强大不少呢 只是 你是不是有些低估我了 行语的淡然轻笑 隔着无尽轰鸣雷霆之音 清晰地响彻一苍雷帝耳畔 让他神色一宁 哼 修要猖狂 世间之法 并无孰强孰弱之分 只在于掌控之人 你修的空间地道又如何 被本帝抓到 一招抹杀你 一苍雷帝冷哼一声 雷音滚滚 气势磅礴 身后的苍穹风云变幻 着实霸道 而且 你的阻拦 毫无意义 当一苍雷帝话音落 只见不远处的青天佛地面前 凭空出现一道身影 他肩嘴猴腮 宛若妖猴 可浑身蓝毛 衣着白甲 肩背双刃 身后有尾 形如猴与龙与狐狸的结合体 颇为怪异 但一声嘶吼 汗天动地 邪名失足 青天佛地神色阴沉 眼眸中充斥着狠纳和怒火 对于此族 他最熟悉不过 因为侵蚀他的域外邪灵 便是这邪名失足 这一族颇为怪异 有形无质 有体无险 不似幽灵 却胜似幽灵 若鬼魅可侵蚀众生 亦可若修罗 屠杀八荒 最可怕的是 他们还被称之为 失幻鬼族 指的是 他们特有的变化本领 可以模拟任何生灵 无论气息模样 甚至修为 根本找不到本体 嘿 死秃驴 被封印了数万年 老子没烧化 还识得爷爷们 青天佛地面前 那尖嘴猴塞的邪名失足族人 咧嘴一笑 突兀消失 紧接着在青天佛地脚下出现 双手紧握一黑色锯锤 狠狠砸向青天佛地 那锯锤挥舞 透着可怕的杀伤力 恐怖的威能弥漫 让远处的青药佛地色变 准备上前帮忙 可是他眉头微皱 突兀后退 只因为他的面前 也出现一位邪名失足的族人 2518章 全军覆没 怪不得不见强大的域外邪灵 原来还都在暗处猫着呢 青药佛地顿族 看向迎面冲来的邪名失足的族人 冷漠道 这位族人和刚刚那位还有些不同 身躯足有三丈二 宛若巨雄 体生精灵 背生剑形羽翼 面目丑陋 却有六颗异样颜色的眼瞳 迸发出璀璨光滑 模样怪异丑陋 但其弥漫出的无上地威 却可怕得很 身后剑形羽翼微微一颤 周身精灵就演化出无尽精芒 每一道精芒 都随着脸庞上六颗眼瞳光滑闪烁而变化 化作各式各样的剑形 带着无上剑威 镇压青药佛地 开 青药佛地神色不变 随手一弹 佛化金莲 连伴飞剑 撕天裂地 粉碎万千金光 更将那可怕渐微镇压 但这族人争鸣一笑 丝毫不拒 双手紧握 携带无敌的磅礴气血 轰向青药佛地 青药佛地微微皱眉 探手一挥 连伴凝结佛台 佛台演化众生 众生之中佛升起 佛陀现世 盘坐台中 阿弥陀佛 四字轻音 字字如雷 佛光奔腾 更如药日 直接与这族人对轰 因青药佛地磅礴的力量 他被震开 但转瞬又来到身后 不断攻击青药佛地 邪明师族 当真是有够难缠 青药佛地冷哼一声 周身梵文佛法 凝化神秘佛地术 准备一招破灭 在二人交战时 远处的青天佛地 看向脚下攻击自己的邪明师族族人 淡漠一笑 脚掌微微一颤 只见周身的大日佛光 化作一道光束 顺时轰击在锯锤上 将邪明师族族人震开 这大日佛光 可是汇聚大日如来佛意志的存在 威力非凡 对付他绰绰有余 刚刚就准备提醒青药佛地的 可惜时间不允许 不去管他 看向场内战场 青天佛地面色微宁 这等局势 对于他们来说 可以说是十分不利的 因为风云神军这个变数最大的群体 随着时间延续 在战场上发挥出的作用 也是越来越大 不少佛修和天地都进阶被抹除 甚至尸骨无存 其余方面的战斗 虽然占据上风 但整体局势却处于劣势 除此之外 玉修也展现出了极其强悍的战斗力 斗战地佛组成的卧龙佛军 根本无法获胜 只能勉强抵抗 因此 只有除掉风云神军 才能够让战局扩大 让胜利天平压向他们 风云神军 下地狱吧 青天佛地神色淡漠地 看了一眼风云神军 下一瞬 其周身大日如来佛 佛光奔腾 猛然化作大日如来佛的伟岸身躯 可怕的福道威能席卷四方 令得在场诸地 都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轰轰轰 远处银言佛地和问心佛地 正在与血玉菩萨 金混佛地交战 四人皆是西佛古天的戒主 也都是老相识 彼此之根之底 因此战斗起来 也是招招致命 险向还生 战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危险 一不留神 就要受伤 甚至死亡 当看到远处青天佛地周身 弥漫出大日如来佛的伟岸身躯后 银言佛地神情透着一丝兴奋 看向血玉菩萨 冷喝道 血玉 你的未来即将终结 去地狱忏悔吧 血玉眼眸透着阴沉 看了一眼青天佛地 随后又看向青药佛地和行语 此刻二人都在与对手交战 也将邪命士族的族人 以及一仓雷帝纠缠住 根本无法阻拦青天佛地 至于攻击青天佛地的那位 邪命士族的族人 根本无法对青天佛地造成威胁 实力太弱了 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这青天佛地早已领悟 可以发挥出极强的力量 如今数万年过去 很可能领悟得更深 若真的爆发出来 这场战斗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血玉菩萨神色难看 看了一眼其他战场地方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明眼一看 属于他们占据上风 风云神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但他很清楚 若青天佛地爆发画卷 很可能会攻击风云神军 而他们也挡不住这画卷的可怕威力 一仓雷帝 需不需要动手 血玉菩萨与银言佛地交战同时 对远处的一仓雷帝低贺传音 此刻的一仓雷帝 屹立在三亿雷形地数之中 宛若雷霆之主 只不过 他的神色充斥着凝重 并没有丝毫稳操胜券的把握 他本以为施展了三亿雷形地数后 足以化被动为主动 可是行语对于地道的领悟太恐怖了 至今没有显露出真身 但却轻松借助空间地道 演化出诸多可怕的地数 并且不只是空间地道 还融合了五行地道 阴阳地道 雷霆地道 死亡之道 他有些难以想象 这还是那位刀剑天地吗 战斗至此 他连刀剑都没有释放 可却已经让他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应对 到现在 他才算明白 洛英女帝临走前说的那句话 如今的他 可不是曾经能比的 行语最强的 便是对于刀剑地道的领悟 和变化 两者相容 彼此配合 以刀剑神爵为核心 演化万千地数 是其无敌的象征 可如今他不出刀剑 却朝朝可怕至极 这让他有些毛骨悚然 若他将这诸多地数 融合到刀剑地数中 会有多强 一仓雷霆 你就这点本事 真有些让我失望 一仓雷霆面前 虚光一闪 行语的身影浮现 他覆手而立 俯瞰一仓雷霆 面露慵懒和嘲弄 看上去如此的悠然自得 一仓雷霆周围 有无尽的雷霆海洋 在咆哮 在颤抖 可是却对行语 不起丝毫作用 这让一仓雷霆 几乎要暴怒 没有什么 比自己做梦 都想杀掉的仇人 在自己面前耀武扬威 更让人愤怒了 一仓雷霆刚要说话 远处去雪域菩萨的声音传来 让一仓雷霆脸色一沉 地魂散开 他看到了远处 被青天佛地镇压的 邪明士族的族人 看到了 和青耀佛地对战的 邪明士族族人 也看到了战场其余地方 虽然整体占据上风 但是危机很快降临 深吸口气 一仓雷霆眼眸冰冷 而残忍地看向行语 你会为你找死的行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我发誓 他单手一握 黑子光滑闪过 还未看清何物 就被他一掌狠狠捏碎 出来吧 2519章 全体听令 绝命援刀 杀 罗侯天帝一袭黑袍 手持黑刀 纵横在朱棣之中 杀伐无情 一头黑如墨的长发飞舞 点滴鲜血渲染 宛若地狱修罗 他的修为 只有天地中期 在朱棣中并不算强 但绝命峡谷最强的 绝命援刀 被其完美掌控 手持黑刀纵横 宛若疑形幻影 所过之处 空中残留诸多诡异身影 每一道身影 都犹如一道必杀绝命刀 处之笔伤 端是可怕至极 他并没有跟随朱棣一起进攻 而是单独行动 石而隐蔽血泊中 石而掩藏在阴影中 他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每出一刀 必见险 诸多天地都已经注意到了他 进行了围追堵截 他没有劲逃避 而是携带滔天杀戮之意 驰燃血无敌黑刀 目战而不退 轰轰轰轰 暴鸣声接连不断响彻 他逐渐受伤 但神色没有改变 漆黑冷漠的眼瞳中 只有寒意和冰冷 疯狂地杀敌 从不后退 忽然 他身后出现一名欲外邪灵 他形如龙虎 体壮魁梧 拥有六臂四腿 四双眼睛 蓝色剑血红的长发披散 手持锯锤 宛若恶魔 阴冷一笑 更是可怕 他一声怒吓 六道手臂操着锯锤 携带无敌的镇压地威 透着可怕邪恶之气 狠狠砸向罗侯天帝 罗侯天帝余光一闪 手中黑刀如臂食指 突兀一颤 猛然带着地区纵横旋转 双脚顺势 狠狠踏向刚刚前方的天帝 借助惯性和强大的地区 手中黑刀 携带风锐寒芒 和必杀绝命刀 直奔域外邪灵驳 咕哧 鲜血狂喷 域外邪灵头颅掉落 鲜血如喷泉喷薄四剑 砰 罗侯天帝出现在域外邪灵身后 半跪在虚空 气喘吁吁 不过他没有停留 当下就要继续动手 小心 一道怒斥乍响 让罗侯天帝神色骤变 刚刚被罗侯天帝 斩掉头颅的域外邪灵身躯 阴晕在鲜血中不断颤抖 然后突兀转身 六道锯锤狠狠砸向罗侯天帝 一旁被斩掉的头颅 阴晕在血雾中 阴冷一笑 竟然还没死 该死 真贪娘的难杀 罗侯天帝神色凝重 就准备动手 谁知五道剑芒 突兀出现身侧 旋即剑芒旋转 化作剑阵 咻 随着一道剑光 从天而落在剑阵中央 只见剑阵暴阵 直接将那无头的域外邪灵撕碎 呜 罗侯天帝轻松口气 看向一侧剑光中 若隐若现一道 婀娜身姿 仔细看去 赫然是封剑天帝陆雨昕 谢谢雨昕姐 陆雨昕对罗侯天帝默默点头 但默地看了一眼四周 旋即直接离开 小心 战争可以输 但人要活着 骆公子说的 罗侯天帝神色一将 抬头看向远处 一苍雷地释放的雷霆光柱中 那里若隐若现一道身影 看似消瘦 却宛若天帝之脊量 透着无敌之势 罗侯天帝什么也没说 只是手掌紧握黑刀 眼眸冷漠地看向四方 瞬间消失 只不过这一次的罗侯天帝 不再是单打独斗 而是开始 救人 离开的陆雨昕 一边战斗 一边朝着摩天帝军冲去 他的实力相比较 曾经有了极其可怕的提升 不仅将封建帝术修行到极致 更演化出了极其适合自身的招式 他更息修了夜亭 上亭 天亭组合而成的 三亭地图 这可是上古天生界 第一所古亭道院最强的帝术 若能三亭同修 可得天帝日月 可正极道之灰 在上古诸地满地走的时代 他都被称之为 最强帝术之一 可想而知 何等强大 他并没有完全掌握 但如今仅仅掌握小城 就让他的实力 可怕到了极致 吃 他一剑横扫 极光迸发璀璨光辉 没有丝毫属性地道之力 但却透着极致的破敌之风 虚空一颤 似乎显化出可怕的黑色古亭 弥漫着无敌霸道之威能 仿佛可以封锁一切 这三亭地图 也和他封建地数相融合 威力可怕 扑哧扑哧 一剑之下 三位天帝巅峰顺息毙命 感谢封建天帝 正与三位天帝巅峰交战的几方天帝 轻松口气 对着陆雨昕拱手败谢 旋即立刻离开 斩杀其余人 陆雨昕没有停留 继续前行 也有人追上他 尤其是风云神军 但是他不诈退 利用着诡异莫测的剑术 速度快飘渺 行踪不定 根本难以抓捕 很快 他来到青夜面前 青夜一袭黑金色连裙 手持长剑 剑光横扫 地威震荡 无人能敌 实力极其强大 哪怕他的对手是风云神军 都不是对手 你没事吧 陆雨昕看向青夜询问道 与他一同对战风云神军 这里因为对手是风云神军 是最为麻烦的 因此 陆雨昕前来帮忙 没事 只是这些青夜神军 太过难缠 青夜脸色阴沉 手中递剑随心而舞 招招致命 杀的风云神军都不敢正面相对 战斗中 青夜余光看向了行语和青天佛帝方向 低声道 看样子 青天佛帝是准备动手了 通知其余人小心些 那大人如来佛的意志很强 不知道青天佛帝是否能够完全控制 可不能被误伤 好 陆雨昕点头 立刻辗转消逝 速度之快 行踪之飘渺 让青夜都颇为惊讶 怪不得刀剑大哥将三庭地图 交给他习修呢 这份资质当真不凡 哄 青夜话还没说完 只见遥远之处传来一道可怕的轰鸣 那声音滚滚 宛若苍苍穹被砸碎一个大洞 整个万龙战场都能够清晰可闻 青夜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只见声音传来的方向 赫然是一苍雷帝所演化的那个雷霆光柱中 滚滚黑雾遮天蔽日 以雷霆光柱为源头不断释放 一道道可怕的身躯 淋漓在黑雾中 看不清到底是什么 但那古威能却惊人地可怕 这是什么 青夜色变 身侧突兀地出现一名女子 女子眼帘透着凝重 道 启禀长老 这是域外邪灵一族中的竹鸣空族 形如竹龙人 却有着鸣空铜 以及古义凤尾 雌雄铜体 想抹杀此族 只有碎其鸣空铜 斩掉龙心 否则根本杀不死 犹如螳螂 哪怕死亡 破碎的身体散落四方 都可自行繁衍 无穷无尽 两千五百二十张 血战倒叠 雷霆光柱中 形语看着面前黑雾中 阴晕的无数道身影 神色微凝 这股微能 当真是够可怕的 黑雾下 一苍雷帝神色冷漠地看向形语 道 我看你如今 拿什么跟我斗 打不过就叫人 你还真是如曾经一般不要脸呢 形语嘲弄道 神色却逐渐凝重 看出了形语的凝重 一苍雷帝眸子中 闪过一抹耻笑 道 若寻常打斗 本帝自然不会这般 但如今这里是战争 一切以胜利为目标 刀剑天帝 你还是小孩子吗 哼 抬头看向黑雾中 一苍雷帝低贺道 竹鸣空族 到你们了 先给我干掉青天佛帝 青药佛帝 一苍雷帝很清楚 如今变数最大的 便是这二人 其余地方战局 都逐渐稳定胶着 暂时不会出现太大变化 只有将这最顶端的强者抹杀掉 那么获胜才能够更快 结结 刺耳的阴冷声 从黑雾中传来 紧接着八道身影突兀闪出黑雾 直接攻杀行语 同一时间 又有十二道身影 直奔青天佛帝和青药佛帝 这身影高约巴掌 体魄魁梧 宛若竹龙人 遍布龙铃 可他们却不是竹龙 额头有一根龙脚 一颗眼瞳 遍布黑青色神秘文痕 丑陋的龙口怒吼 獠牙宛若恶魔 背身鼓翼 尾如凤尾 身躯展开 更仿佛放大的蝙蝠般 遮天蔽日 最可怕的 还不是他们弥漫出的恐怖威能 还是脸庞那颗神秘眼瞳 形如龙眼 却由鸭青色与蓝色混杂 眼孔清澈如玉 透着神秘威能 仿佛一眼看去 可将万物递魂吞噬 无耻 行语怒骂一声 这一苍雷地 还真够无耻 也攻击自己 对面的一苍雷地 嘲弄耻笑 道 兵不厌诈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说话间 一苍雷地衣袖鼓荡 无尽的雷霆 宛若飓风流动 双手快速结印 宛若有神秘的地震纹痕 密布在周身 四方的雷霆光柱 在此刻也被调动 宛若有翻江倒海的地龙在流转 无音的雷霆暴动 化作一道道可怕的雷霆光矛 杀向行语 他竟然连同八位竹鸣空族的族人 一同攻杀行语 看样子 是对行语的空间地道 恶心得不行了 想要速战速决 行语神色虽然凝重 但若仔细看去 他眼眸流露的神情 却异常镇定 余光瞥了一眼远处 此刻的青天佛地 正在运转大日如来佛的画卷 那佛威康派到了极点 几乎要形成 远处的青药佛地 也处于上风 几乎可以遇见 他的对手贤明师族的族人 要被打死 他又看向了场内战场 最后行语目光落在 异苍雷帝身上 嘴角微微一鸣 既然你们 想要速战速决 那么 我就陪你们 行语闭上眼眸 意念催动了胸口的血色佛轮 远在天为佛界三线峡谷深处 那间茅草屋内的天为佛地 一双眼眸 猛然闪过一抹金芒 地区一颤 无声无息消失 八名竹鸣空族的族人 携带可怕威能 连同异苍雷帝的雷霆 几乎请客间 就来到了行语身边 意仓雷帝本以为行语要爆发了 要全力一战 可是 他闭上了眼睛 意仓雷帝 几乎下意识地心生警惕 他可不相信 行语会等死 可是 他还有什么手段不成 不过 意仓雷帝抬头看了一眼黑雾中 那里 只有他知道 还有一味神秘的大能存在 任你有千百法 今日定要送你上皇权 意仓雷帝 神色狠辣地看向行语 衣袖一阵 恐怖的雷霆 请客间化作一柄百万杖雷剑 剑锋一颤 怒斩行语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 所以 再加一把火 瞬息后 八位竹鸣空族的族人和万千雷霆降临 然而 还没触碰到行语 他就瞬息消失 他所在的虚空微微一颤 天为佛地 凭空凝现 他没有释放任何地数 也没有演化出什么神秘的光 或者不可思议的力量 他只是 做了一个任何人都会的动作 前踏一步 右拳挥出 看上去 他在八位竹鸣空族族人 以及万千雷霆面前 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可是 当他一拳挥舞而出 方圆十万里内的虚空 掀起一道极其可怕的无形涟漪 涟漪波动触碰到的一切 都顷刻磨面 不过诡异的是 几方的帝君安然无恙 天为佛地面前的八位竹鸣空族族人 以及万千雷霆 被无形涟漪触碰后 无声无息消失 仿佛被净化了一般 连一丝残渣都没有 四周翻滚的雷霆光柱 同样被磨灭的同时 长空密布的阴云也被驱散 万丈光辉 挥洒四方 黑暗被驱散 迎来黎明的曙光 这这这 义仓雷帝看到天为佛地出现 更顷刻间磨灭一切 眼珠子都差点掉下来 这实力也太恐怖了吧 这真的是天地 而不是圣地 咻 不等义仓雷帝回过神 那神秘黑雾中 一道恐怖手掌探出 直接抓起义仓雷帝 进入黑雾中 瞬息消失 远处 清药佛地刚准备抹杀面前 邪明师族的族人 看到竹鸣空族出现 神色巨变 就准备先后退 想办法 清天佛地也察觉到 攻杀过来的六名竹鸣空族 不过他没有去管 而是全力运行 大日如来佛的意志 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 否则他也不会在 曾经朱地抢夺镇 玉菩萨佛谷设立时 直至最后一刻 才使用大日如来佛的意志 虽说如今比当年强盛无数倍 但也需要时间 不过 当天为佛地出现爆发攻击后 无论清药佛地 还是清天佛地奇奇色变 那攻击太可怕了 简直可以毁灭世界了 然而 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 联谊已经降临 哇 身旁的邪明师族 以及竹鸣空族族人 一瞬间消失 旋即联谊穿过身躯 长驱远方 当联谊消失许久 清天佛地清药佛地才惊醒 看向远处的天为佛地 后背发凉 这简直比在鬼门关走一遭还可怕 死 远处的清夜 深深倒吸一口冷气 这就是天为佛地吗 简直堪比圣地啊 他发现 是竹鸣空族族人出现后 顿时明白 这应该是一苍雷帝的底牌之一 始终不让他们露面 就为了在这等关键时刻 可以将力量发挥到最大化 他准备立刻叫几方隐藏的人 出来过去帮忙 不过 似乎不用了 这一位天为佛地 就全部搞定了 我说的就是 我说的是这一位天为佛地 我说的这位天为佛地 我说的这位天为佛地 我说的这位天为佛地